第一章,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关路,这关路将近向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市,有一小溪,西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阻流,约三里便会入茶洞的大河,人若过西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洞城边。 溪流如宫背,山路如宫险,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小溪宽越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高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由于来去皆可以计数。 小溪既为川乡来往孔道,水长有掌落,陷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 这渡船依次连人带马,约可以在二十位大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 渡船头梳了一只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西岸两端水槽掀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 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地牵穿过对岸去。 船江笼岸了,管理着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获得月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或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 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 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支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时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 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 谁要这个? 但不成,凡是求和西安理得,出气力不受愁谁好意思。 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 管传人确情不过,也为了西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栋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栋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 过度的谁需要这东西,比慷慨奉赠。 有时从神气上,故近的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不惜这个嘛,这好的。 这庙的,味道蛮好,送人也合适,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结果。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 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 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庞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 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 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 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指那个女孩子。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洞军人,很秘密地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 有了小孩子后,这屯属军士便想约了他一同向下游逃去。 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 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他无缘走勇气,自己也不便回去做军人的名誉,就心想, 一同取生即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 女的学观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 事情也以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 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 女儿一面怀了羞残,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 待到父中小孩生下后,却到西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一姑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三岁了。 为了住处两山多皇主,脆色逼人而来, 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姑楚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脆脆。 脆脆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 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迹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与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 做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器, 但明白了人无疾心后,就又重重融融地在水边玩耍了。 老船夫不论情语,匕首在船头。 有人过渡时,贬略弯着腰,两手援引了竹篮,把船横渡过小溪。 有时疲倦了,躺在林西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 脆脆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 很敏捷地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 有时又和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和祖父一同动手, 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 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变口牵绳子, 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知识地, 把船绳紧先着拖船笼岸。 风日清河的天气,无人过渡,阵日长弦, 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掩时上晒太阳。 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 手势身边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掀回来。 或翠翠与黄狗借张着耳朵, 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 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的树笛, 都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 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主管, 独自跟到船边去,横西渡人, 在岩上的一个箭船开动时, 于是锐声喊着,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西中央便很快乐地唱起来, 哑哑的声音同主管声震荡在寂静空气里, 西中庞佛也热闹了一些。 实则歌声的来福,反而使一切更寂静一些了。 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洞的小牛, 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 翠翠必争看作渡船夫站在船头, 懒懒地攀隐拦索,让船缓缓地过去。 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 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 方回转船上,把船迁靠近家的岸边。 且独自嘀嘀的雪小羊叫着,雪母牛叫着, 或采一把野花附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茶洞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买油买盐时, 逢年过节,祖父得喝一杯酒时, 祖父不上城,黄狗就半桶翠翠入城里去备办东西。 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有大把的粉条, 大缸的白糖,有泡胀,有红蜡烛, 莫不给翠翠很深的印象, 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 那里河边还有许多上行船, 百师船夫忙着起些百货。 这种船只比起渡船来全大的多, 有趣味的多,脆脆也不容易忘记。 第二章,茶洞地方平水衣衫筑城, 进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 圆山爬去。 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流出余地射码头, 弯博小小捧船。 船下行石运铜油青盐染色的泡子, 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铜海味。 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 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 一半在水, 因为余地有限, 那些房子漠部设有吊脚楼。 河中涨了春水, 倒水逐渐进街后, 河街上人家, 便各用长长的梯子, 一端搭在屋檐口, 一端搭在城墙上, 人人皆骂着嚷着, 带了包袱, 铺盖, 米缸, 从梯子上进城里去。 水退石方又从城门口出城。 某一年, 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 沿河吊脚楼, 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 大家借在城上都待望。 受损失的也同样待望着, 对于所受的损失庞佛无话可说, 与再自然安排下, 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世相似。 掌水时, 在城上还渴望着骤然斩宽的河面, 流水浩浩荡荡, 随同山水从上流浮沉而来的, 有房子, 牛, 羊, 大树。 于是在水时叫缓处, 水关顿船前面, 便常常有人架了小山板, 一间核心浮沉而来的是一匹牲畜, 一段小木, 或一只空船, 船上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 便积积地把船讲去, 在下游一些迎者的那个目的物, 把他用长绳祭定再向岸边讲去。 这些诚实勇敢的人, 也爱丽, 也仗义, 同一般当地人相似, 不拘救人救物, 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 做得十分敏捷勇敢, 使人见急, 不能不为之喝彩。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游水, 新名字叫做白河。 白河下游到陈州与原水汇流后, 便略显浑浊, 有出山泉水的意思。 若速流而上, 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 深潭为白日所应照, 河底小小白狮子, 有花纹的玛瑙狮子, 全看得明明白白。 水中由于来去, 全如浮在空气里。 两岸多高山, 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 常年做深翠颜色, 逼人眼目。 浸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 春天时只需注意, 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 凡有人家处必可孤久。 夏天则晒亮在日光下, 要目底子花不一酷, 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 秋冬来时, 房屋在悬崖上的, 冰水的, 无不朗然入目。 黄泥的墙, 乌黑的瓦, 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 且与思维环境极其调和, 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 实在非常愉快。 一个对于诗歌图画 稍有欣慰的旅客, 在这小河中, 全浮于一只小船上, 坐三十天的旅行, 必不至于感到厌烦, 正因为处处有奇迹, 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 无一处不使人神往轻心。 白河的源流, 从四川边境而来, 从白河上行的小船, 春水发时可以直达川属的秀山, 但属于湖南境界的, 则查洞为最后一个水码头。 这条河水的河面, 在查洞时, 虽宽约半里, 当秋冬之际水落时, 河床流水处还不到二十丈, 其余只是一滩青石。 小船到此后, 既无从上行, 故凡川东的进出口货物, 皆由这地方落水起岸。 出口货物, 具有脚夫用山木扁丹鸦 在肩膊上挑胎而来, 入口货物, 也莫不从这地方成属承担的 用人力搬去。 这地方城中, 只驻扎一营, 由西年路营屯丁改变而成的 属兵, 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 这些住户中, 除了一部分拥有了些山田铜油坊, 或放涨屯油, 屯米, 屯棉沙的小资本家外, 其余多数皆为当年屯树来自有军级的人家, 地方还有个离金局, 办事机关在城外和街下面小庙里, 经常挂着一面长长的繁星。 局长则住在城中, 一营兵士驻扎老参将衙门, 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完, 使人知道这里还住有军队以外, 其余兵士皆旁佛并不存在。 冬天的白日里到城里去, 便只见各处人家门前皆晾晒有衣服铜青菜, 红薯多带藤悬挂在屋檐下, 用综艺做成的口袋, 装满了栗子针子和其他硬刻果, 也多悬挂在屋檐下。 屋角于各处有大小鸡叫着玩着, 见或有什么男子, 占据在自己屋前门线上聚目, 或用斧头批术, 把批好的柴堆到场坪里去一座一座如宝塔, 又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 穿了将起的极硬的蓝布衣裳, 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 拱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做事, 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 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 一份安静增加了人, 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 在这小城中生存的, 个人也一定接个在分定一份日子里, 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 但这些人想些什么? 谁知道, 住在城中较高处, 门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对河以及河中的景致, 传来时, 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倩夫, 那些倩夫也有从下游地方, 带了细点新阳堂之类, 龙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 传来时, 小孩子的想象当在那些拉传人一方面, 大人呢, 夫一朝小鸡, 养两只猪, 脱下行船夫打付金耳环, 带两丈关轻步或一坛好酱油, 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照回来, 便占去了大部分做主妇的心了, 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淡地方, 既为川东商业交易街头处, 因此城外小小河街, 情形却不同了一点, 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 坐镇不动的理发馆, 此外, 饭店, 杂货铺, 游行, 严战, 花衣装, 墨部各有一种地位, 装点了这条河街, 还有卖船商用的檀木火车, 竹篮与灌锅铺子, 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 小饭店门前长岸上, 常有见的焦黄的鲤鱼豆腐, 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 握在前口拨头里, 拨旁大猪筒中插着大把红筷子, 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 这人就可以傍在门前长岸坐下来, 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 那边一个眉毛扯得及其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 就走过来问, 大哥, 父爷, 要甜酒, 要烧酒, 男子火焰高一点的, 邪躯的, 对内掌柜有点一丝的, 毕装成生气似的说, 吃甜酒, 又不是小孩, 还问人吃甜酒, 那么, 艳丽的烧酒, 从大翁里用竹筒咬出, 倒进土碗里, 即刻就来到身边暗桌上了, 杂货铺卖美孚油, 集点美孚油的阳灯, 与香煮纸张, 游行屯同游, 岩占堆火锦出的青眼, 花衣装则有白敏纱, 大布, 棉花, 以及包头的黑皱筹出卖, 卖船上用物的, 百物罗列, 无所不备, 携贱或有重置百斤以外的铁毛, 搁在门外路旁, 等候主顾问家的, 专以介绍水手为事业, 吃水马投饭的, 则在和街的家中, 终日大门敞开着, 常有船轻鱼断马挂的船主与毛手毛脚的水手进出, 地方向茶馆却不卖茶, 不是烟馆又可以抽烟, 来到这里的, 虽说所谈的是船上生意经, 然而船只的上下, 华船拉仙人大都有一定规矩, 不必做树木上的讨论, 他们来到这里, 大多数倒是在联欢, 以龙头管事做中心, 谈论点本地时事, 两省商务上情景, 以及下游的新事, 邀会的, 集管事大多数皆在此地, 八头子看点数多少轮坐会首时, 也常常在此举行, 常常成为他们生意经的, 有两件事, 买卖船只, 买卖媳妇, 大多是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计事者, 因为商人的需要, 水手的需要, 这小小编程的河街, 也居然有那么一群人, 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 这种妇人, 不是从附近乡下弄来, 便是随同川军来乡流落后的妇人, 穿了假洋绸的衣服, 印花标布的裤子, 把眉毛扯得成一条细线, 大大的发际上, 附了香味及浓俗的油类, 白日里无事, 就坐在门口做鞋子, 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袖双缝, 或为情人水手挑袖花抱兜, 一面看过网行人, 消磨长日, 或靠在零河窗口上, 看水手扑货, 听水手爬围子唱歌, 到了晚间, 则轮流地接待商人同水手, 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 便是做妓女, 也永远那么浑厚, 欲不相熟的人, 做生意时得先交钱, 再关门撒野, 人际相熟后, 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 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 但恩情所结, 则多在水手方面, 感情好的, 互相咬着嘴唇, 咬着颈簸发了事, 约好了分手后, 个人皆不许胡闹, 四十天或五十天, 在船上扶着的那一个, 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 便接待着打发这一堆日子, 尽把自己的心, 紧紧附定远远的一个人, 尤其是妇人感情真挚, 吃到无可形容, 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 做梦时, 就总常常梦穿拢了岸, 一个人摇摇荡荡地从船跳板到了岸上, 只向身边跑来, 或日中有了疑心, 则梦里, 毕竟男子在围上想另一方面唱歌, 却不理会自己, 性格弱一点的, 接着就在梦里头河吞鸭片烟, 性格强一点的便手指踩刀, 直向那水手奔去, 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 但是眼泪与欢乐, 在一种爱增的时间, 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 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 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 全个身心为那点爱增所浸透, 渐寒作热, 忘了一切, 若有多少不同处, 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 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 短期的包定, 长期的嫁娶, 以时间的关门, 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 由于民情的淳朴, 身当其事的, 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 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 加以指债与轻视, 这些人既忠以轻蔽, 又能守信自曰, 即便是娼妓, 也常常较之, 讲道德之羞耻的城市中人, 还更可信任, 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 一个前清时, 便在鹦鹉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 革命时, 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 做个使长, 同样做使长的, 又因革命称了伟人名人的, 又杀头碎尸的, 他却带少年喜事地来的脚风痛, 回到了家乡, 把所积蓄的一点钱, 买了一条六匠白木船, 租给一个穷船主, 带人装货在茶洞与陈州之间来往, 气运好, 半年之内船不坏事, 于是他从所赚的钱上, 又讨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 数年后, 在这条河上, 他就有了大小四只船, 一个铺子, 两个儿子了, 但这个大放洒脱的人, 事业虽十分顺手, 却因欢喜交朋节友, 慷慨而又能寄人之急, 便不能同犯由商人一样, 大大发作起来, 自己既在梁子里混过日子, 明白出门人的甘苦, 理解失忆人的心情, 故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 过路的退伍兵士, 游学文末人, 烦到了这个地方文明求助的, 漠不尽力帮助, 一面从水上赚来钱, 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 这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 还能求水, 走路难得齐平, 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 水面上各是原本极其简单, 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 谁个船碰了头, 谁个船妨害了别一个人, 别一只船的利益, 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 唯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掉一切的, 必须一个高年硕得的忠心人物, 某年秋天, 那原来直视人死去了, 顺顺做了这样一个代替者, 那时他还值五十岁, 为人及明事明理, 正值和平又不爱才, 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 到如今, 他的儿子大得已十八岁, 小得已十六岁, 两个年轻人皆皆是如小公牛, 能驾船, 能求水, 能走长路, 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轻人所能够做的事, 他们无疑不做, 做去无疑不惊, 年纪较长的, 如他们爸爸一样, 豪放豁达, 不拘长套小节, 年幼的则气质, 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 不爱说话, 眼眉却袖拔出裙, 一望极之其为人聪明, 而又赋予感情, 两兄弟近年一长大, 必须在各种生活上来训练他们, 做父亲的, 就轮流派遣两个小孩子, 各处旅行, 向下行船时, 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冲火计, 干苦与人相共, 当讲时选最重的一把, 背仙时拉头仙二仙, 吃的是干鱼, 辣子, 臭酸菜, 睡的是硬邦邦的苍板, 向上行从汉路走去, 则跟了川东客户, 过宿山, 龙潭, 有羊做生意, 不论寒暑于雪, 避穿了草鞋, 暗战赶路, 且配了短刀, 玉不得已必须动手, 便获得把刀抽出, 站到空阔出去, 等候对面的一个, 接着就同这个人用肉搏来解决, 帮里的风气, 既为对付仇敌必须用刀, 连结朋友也必须用刀, 故需要刀时, 他们也就从不让他失去那点机会, 学贸易, 学应酬, 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 且学习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 教育的目的, 似乎在使两个孩子, 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 一分教育的结果, 弄得两个人皆皆是如老虎, 却又何其亲人, 不交度, 不浮华, 不以示灵人, 故父子三人在茶洞边境上为人所提及时, 人人对这个明镜无不加以一种尊敬, 做父亲的当两个儿子很小时, 就明白大儿子一切与自己相似, 却稍稍见得溺爱那第二个儿子, 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 他把长子取名天宝, 赐子取名罗宋, 意思是, 天宝又得在人世上或不免有居于处, 只与罗神所送来的, 照当地习气, 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 罗宋美丽得很, 茶洞传家人多于赞扬这种美丽, 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混名为岳云, 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岳云一般的印象, 却从戏台上小声岳云, 得了一个相近的神器, 第三章, 两省接壤处, 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 注重在安纪保守, 处置还得法, 并无变故发生, 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 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 一切莫不及有秩序, 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 这些人, 除了家中死了牛, 翻了船, 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 为一种不幸所半导, 觉得十分伤心外, 中国其他地方, 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 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 是端午, 中秋和过年, 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 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 直到现在, 还毫无什么变化, 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 端午日, 当地妇女小孩子, 莫不穿了新衣, 鹅脚上用雄狂战酒画了个王子, 任何人家到了这天, 必可以吃鱼吃肉, 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 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 把饭吃过后, 在城里住家的, 莫不倒锁了门, 全家出城到河边看花船, 河街有熟人的, 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 不然就站在睡官门口, 与各个码头上看, 河中龙船, 以长盘某处做起点, 睡官前做终点, 做比赛竞争, 因为这一天, 军官睡官, 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 莫不在睡官前看热闹, 花船的事, 个人在数天以前, 就早有了准备, 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 手脚凌厉的小伙子, 在坛中练习进退, 船只的形式, 与平常牧船大不相同, 形体一律又长又下, 两头高高翘起, 船身挥着珠红颜色常见, 平常世界多哥在河边干燥洞穴里, 要用踏实, 拖下水去, 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奖手, 一个带头的, 一个鼓手, 一个罗手, 奖手每人持一只短奖, 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 把船向前滑去, 坐在船头上, 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 手上拿两只小令旗, 左右挥动, 指挥船只的进退, 肋骨打螺的, 多坐在船只的中部, 船一滑动, 便即刻蓬蓬堂堂, 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 为花奖水手调理下奖节拍, 一船快慢, 既不得不靠鼓声, 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 鼓声如雷鸣, 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 便使人想起梁洪玉老冠河时水占雷鼓, 牛高水擒羊磨时, 也是水占雷鼓, 反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 必可在水关前领赏, 一匹红, 一块小银牌, 不拘缠刮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 皆显出这一船合作的光荣, 好事的军人, 且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 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五百响鞭炮, 赛船过后, 城中的戍军长官, 为了与民同乐, 增加着节日的愉快起见, 便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胸鸭, 井坡上附了红布条子, 放入河中, 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 下水追赶鸭子, 不拘谁把鸭子捉到, 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 于是长坛换了新的花样, 水面各处是鸭子, 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 船与船的竞赛, 人与鸭子的竞赛, 直到天晚方能万事, 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顺顺, 年轻时节便是一个求水的高手, 入水中去追赶鸭子, 在任何情形下总不落空, 但一道次子奴宗年过十二岁时, 已能入水壁扑穿着到鸭子身边, 再忽然从水中冒水而出, 把鸭子捉到, 这座爸爸的便解嘲词地说, 好, 这种事由你们来做, 我不必再下水了, 于是当真就不下水, 与人来竞争捉鸭子, 但下水救人难当作别论, 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 人到八十岁, 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 天宝挪送两人皆是当地求水划船好选手, 端午又快来了, 初五划船, 河街上初一开会, 就决定了属于河街的那只船当天入水, 天宝恰好在那天音响上行, 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结货, 故参加的旧旨挪送, 十六个皆是如牛犊的小伙子, 带了乡主, 鞭炮, 同一个用生牛皮蒙好会有诸红太极土的高脚骨, 到了戈船的河上游山洞边, 烧了乡主, 把船拖入水后, 个人上了船, 燃着鞭炮, 累着骨, 这船便如一支箭似的, 很迅速地向下游长潭射去, 那时节还是上午, 到了午后, 对河渔人的龙船也下了水, 两支龙船就开始预习种种竞赛的方法, 水面上第一次听到了鼓声, 许多人从这鼓声中赶到了节日临近的欢乐, 筑林河吊脚楼对远方人有所等待, 有所盼望的, 也莫不应鼓声响到远人, 在这个节日里, 必然有许多船只可以赶回, 也有许多船只支河在半路过节, 这之间便有些眼目所难见的人士哀悦, 在这小山城河街间, 让一些人扑逝, 也让一些人皱眉, 蓬蓬鼓声掠水跃山到了渡船头那里时, 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 那黄狗汪汪地飞着, 受了惊死地绕屋乱走, 有人过渡时便随船渡过河东岸去, 且跑到那小山头向城里一方面大飞, 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 用棕叶边炸猛蜈蚣板, 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 忽然醒来便发疯似地乱跑, 过了河又回来, 就问陀骂陀, 狗,狗, 你做什么? 不许这样子, 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他发现了, 他于是也绕屋跑着, 且同黄狗一块渡过的小溪, 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 让那点迷人的鼓声, 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 第四章, 还是两年前的事, 五月端阳, 渡船头祖父找人做了代替, 便带了黄狗铜翠翠进城, 过大河边去看划船, 河边站满了人, 四只珠色长船在潭中划着, 龙船水刚刚涨过, 和中水皆斗绿, 天气又那么明朗, 鼓声蓬蓬响着, 翠翠抿着嘴, 一句话不说, 心中充满了不可言说的快乐, 和边人太多了一点, 个人接近张着眼睛望和中, 不多久, 黄狗还在身边, 祖父却挤得不见了, 翠翠一面注意划船, 一面心想过不久, 祖父总会找来的, 但过了许久, 祖父还不来, 翠翠便稍稍有点招慌了, 先是两人同黄狗进城前一天, 祖父就问翠翠, 明天城里划船, 倘若一个人去看, 人多怕不怕, 翠翠就说, 人多我不怕, 但自己只是一个人, 可不好玩, 于是祖父想了半天, 方想起一个住在城中的老书人, 赶夜里到城里去商量, 请那老人来看一天渡船, 自己去陪翠翠进城玩一天, 且因为那人比渡船老人更孤单, 身边无一个亲人, 也无一只狗, 因此便约好了那人, 早上过家中来吃饭, 喝一杯雄狂酒, 第二天那人来了, 吃了饭, 把植物委托那人以后, 翠翠等便进了城, 到路上时, 祖父想起什么事的, 又问翠翠, 翠翠, 翠翠, 人那么多, 好热闹, 你一个人敢到河边看农船吗? 翠翠说, 怎么不敢? 可是一个人有什么意思? 到了河边后, 长坛里的四只红船, 把翠翠的注意力完全占去了, 身边祖父似乎也可有可无了, 祖父心想, 时间还早, 到收场时, 至少还得三个时刻, 西边的那个朋友, 也应当来看看年轻人的热闹, 回去一趟, 换换地位还赶得及, 因此就问翠翠, 人太多了, 站在这里看, 不要动, 我倒别出去有事情, 无论如何, 总敢得回来伴你回家, 翠翠正为两只静速并进的船迷着, 祖父说的话, 毫不思索就答应了, 祖父知道, 黄狗在翠翠身边, 也许比他自己在他身边还稳当, 于是便回家看船去了, 祖父到了那渡船出时, 见代替他的老朋友, 正站在白塔下, 注意听远处鼓声, 祖父喊他, 请他把船拉过来, 两人渡过小溪, 仍然站到白塔下去, 那人问老船夫, 为什么又跑回来, 祖父就说想替他一会儿, 顾巴翠翠留在河边, 自己赶回来, 好让他也过河边, 去看看热闹, 且说, 看得好, 就不必再回来, 只需见了翠翠问他一声, 翠翠倒是自会回家的, 小丫头不敢回家, 你就伴他走走, 但那替手对于看龙船, 已无什么性慰, 却愿意同老船夫, 在这西边大石上, 各自在喝两杯烧酒, 老船夫十分高兴, 把葫芦取出, 推给城中来的那一个, 两人一面谈些端午就事, 一面喝酒, 不到一会, 那人却在岩石上, 为烧酒醉倒了, 人即醉倒了, 无从入城, 祖父为了责任, 又不便与渡船离开, 留在河边的翠翠, 便不能不着急了, 河中划船地绝了最后胜负后, 城里军官已派人驾小船, 在潭中放了一群鸭子, 祖父还不见来, 翠翠恐怕祖父也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他, 因此带了黄狗各处人从中挤着去找寻祖父, 结果还是不得祖父的踪迹, 后来看看天快要黑了, 军人扛了长凳出城看热闹的, 借以陆续扛了那凳子回家, 潭中的鸭子只剩下三五只, 捉鸭人也渐渐的少了, 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 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薄雾, 翠翠望到这个景致, 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响头, 他想, 假若爷爷死了, 他寄其祖父主妇他, 不要离开原来地方那一句话, 便又为自己解释这响头的错误, 以为祖父不来, 必是进城去或到什么熟人处去, 被人拉着喝酒, 过一时不能来的, 正因为这也是可能的事, 他又不愿在天位断黑以前, 同黄狗赶回家去, 只好站在那石码头边等候祖父, 再过一回, 对河那两只长船 已拨到对河小溪里去不见了, 看龙船的人也差不多全散了, 吊脚楼有唱技的人家已上了灯, 且有人敲小般古丹乐琴唱曲子, 另外一些人家又有花拳行酒的吵嚷声音, 同时停泊在吊脚楼下的一些船只, 上面也有人在白酒炒菜, 把青菜萝卜之类到浸滚热油锅里去时, 发出沙的声音, 河面已茫茫隆隆, 看去好像只有一只白鸭在坛中扶着, 也只剩一个人追着这只鸭子, 翠翠还是不离开码头, 总相信祖父会来找他, 同他一起回家, 吊脚楼上唱曲子声音热闹了一些, 只听到下面船上有人说话, 一个水手说, 金庭, 你听你那铺子陪川东装客喝酒唱曲子, 我堵个手指, 说这是他的声音, 另一个水手就说, 他陪他们喝酒唱曲子, 心里可想我, 他知道我在船上, 先前的一个又说, 身体让别人挽着, 心还想着你, 你有什么凭据, 另一个说, 有凭据, 于是这水手吹着呼哨, 做出一个古怪的记号, 一会儿楼上歌声便停止了, 歌声停止后, 两个水手接笑了, 两人接着便说了些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 使用了不少粗鄙字眼, 翠翠很不习惯把这种话听下去, 但又不能走开, 且听水手之一说, 楼上妇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 一共杀了十七刀, 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响头, 爷爷死了呢, 便仍然占据到心里有一会儿, 两个水手还正在谈话, 潭中那只白鸭慢慢地向翠翠所在的码头边游来, 翠翠想, 再过来些我就捉住你, 于是静静地挡着, 但那鸭子将近岸边三丈远近时, 却有个人笑着, 喊在船上水手, 原来水中还有个人, 那人一把鸭子捉到手, 却慢慢地踹水游进岸边的, 船上人听到水面的喊声, 在隐约里也喊道, 二老, 二老, 你真敢, 你今天得了五只吧, 那水上人说, 这家伙狡猾得很, 现在可归我了, 你这是捉鸭子, 将来捉女人, 一定有同样的本领, 水上的一个不再说什么, 手脚并用地拍着水棒的码头, 湿淋淋地爬上岸时, 翠翠身旁的黄狗, 庞佛景问水中人似的, 汪汪地叫了几声, 那人方注意到翠翠, 码头上已无别的人, 那人问, 是谁? 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 是碧汐组称杜川的孙女,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我爷爷, 我等他来好回家去,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 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 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 他答应来, 他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 到我家里去, 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 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翠翠误会要他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 正记着水手说的夫人丑事, 他以为那男子, 就是要他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 本来从不骂人, 这时, 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 心中焦急得很, 听人要他上去, 以为欺误了他, 就轻轻地说, 你个被石砍脑壳的, 话虽轻轻地, 那男的却听得出, 且从声音上听得出翠翠年纪, 便戴笑说, 怎么, 你骂人, 你不愿意上去, 要待在这儿, 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 可不要叫喊, 翠翠说, 鱼咬了, 我也不管你的事, 那黄狗好像明白, 翠翠被人欺误了, 又汪汪地废起来, 那男子把手中白牙举起, 向黄狗吓了一下, 便走上河街去了, 黄狗为了自己被欺误, 还想追过去, 翠翠便喊, 狗, 狗, 你叫人也看人叫, 翠翠一字, 庞佛只在问给狗的轻薄男子, 还不值得叫, 但男子听去的, 却是另外一种好意, 男的以为是他要狗默向好人叫, 放肆地笑着, 不见了, 又过了一阵, 有人从河街拿了一个废懒做成的火炬, 喊叫着翠翠的名字来找寻他, 到身边时, 翠翠却不认识那个人, 那人说, 老船夫回到家中, 不能来接他, 鼓搭了过度人口信来, 问翠翠要他即刻就回去, 翠翠听说是祖父派来的, 就同那人一起回家, 让打火把的在前引路, 黄狗是前十后, 一同沿了城墙向渡口走去, 翠翠一面走一面问那拿火把的人, 是谁问他就知道他在河边, 那人说是二老问他的, 他是二老家里的伙计, 送翠翠回家后还得回转河街, 翠翠说, 二老他怎么知道我在河边, 那人便笑着说, 他从河里捉鸭子回来, 在码头上见你, 他说好意请你上家里坐坐, 等候你爷爷, 你还骂过他, 翠翠带了点惊讶轻轻地问, 二老是谁, 那人也带了点惊讶说, 二老你都不知道, 就是我们河街上的罗宋二老, 就是月圆, 他要我送你回去, 罗宋二老在茶洞地方, 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 翠翠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 心里又吃惊又害羞, 再也不说什么, 默默地随了那火把走去, 翻过了小山族, 望得见对西家中火光石, 那一方面也看见了翠翠方面的火把, 老船夫即可把船拉过来, 一面拉船, 一面哑声喊问, 翠翠, 翠翠, 是不是你, 翠翠不理会祖父, 口中却轻轻地说, 不是翠翠, 不是翠翠, 翠翠早被大河里里鱼吃去了, 翠翠上了船, 二老派来的人, 打着火把走了, 祖父牵着船问, 翠翠, 你怎么不答应我, 生我的气了吗, 翠翠站在船头, 还是不作声, 翠翠对祖父那一点埋怨, 等到把船拉过了溪, 一到了家中, 看明白了最倒的另一个老人后, 就完事了, 但另一件事, 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 却是翠翠沉没了一个夜晚, 第五章, 两年日子过去了, 这两年来, 两个中秋节, 恰好都无月亮可看, 繁在这边成地方, 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故事, 皆不能如其举行, 故两个中秋留给翠翠的印象, 极其平淡无奇, 两个新年却照例可以看到, 军营里与各乡来的狮子龙灯, 在小礁场迎春, 锣鼓喧甜很热闹, 到了十五夜晚, 城中五龙耍狮子的镇杆兵士, 还各自赤裸着尖驳, 往各处去欢迎炮仗烟火, 城中军营里, 水关局长公管, 和解上一些大字号, 莫不欲先截老毛竹筒, 或镂空棕梨树根株, 用洞销瓣和黄毯钢砂, 一千锤八百锤把烟火做好, 豪勇取乐的军士, 光吃着个上身, 玩着灯打着鼓来了, 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 从玄道长杆尖端的空中, 落到丸灯的尖背上, 锣鼓催动极促的拍子, 大家皆为这事情十分兴奋, 鞭炮放过一阵后, 用长灯绑着的大桶灯火, 在场平一端燃起了引线, 先是丝丝的流泻白光, 慢慢的这白光便吼笑起来, 做出如雷如虎惊人的声音, 白光向上空冲去, 高至二十丈, 下落石边撒散着满天花雨, 丸灯的冰士, 在火花中绕着圈子, 俨然毫不在意的样子, 翠翠同他的祖父, 也看过这样的热闹, 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 但这印象不知为什么原因, 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 翠翠为了不能忘记那件事, 上年一个端午, 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去看了半天船, 一切完得正好时, 忽然落了行雨, 无人衣衫不被雨湿透, 为了避雨, 祖孙二人同类只黄狗, 走到顺顺叼角楼上去, 挤在一个角鱼里, 有人扛凳子从身边过去, 翠翠认的那人, 是去年打了火把送他回家的人, 就告给祖父, 爷爷, 那个人去年送我回家, 他拿了火把走路时, 真像个喽啰, 祖父当时不作声, 等到那人回头又走过面前时, 就一把抓住那个人, 笑嘻嘻说, 嗨嗨, 你以这个人, 要你到我家喝一杯也不成, 害怕酒里有毒, 把你这个真命天子毒死, 那人一看是首度传的, 且看到了翠翠, 就笑了, 翠翠, 你大肠了, 二老说, 你在河边大鱼会吃你, 我们这里河中的鱼, 现在可吞不下你了, 翠翠一句话不说, 只是鸣其嘴唇笑着, 这一次, 虽在这喽啰常年口中, 听到个二老名字, 却不曾见及这个人, 从祖父与那常年谈话里, 翠翠听明白了, 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 青浪滩过端午的, 但这次不见二老, 却认识了大老, 且见着了那个一地出名的顺顺, 大老把河中的鸭子捉回家里后, 因为首度传的老家伙, 称赞了那只肥鸭两次, 顺顺就要大老把鸭子给翠翠, 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解决, 节日里, 自己不能包粽子, 又送了许多尖角粽子, 那水上名人同祖父谈话时, 翠翠虽装作眺望河中景致, 耳朵却把每一句话听得清清楚楚, 那人向祖父说翠翠长得很美, 问过翠翠年纪, 又问有不有人家, 祖父则很快乐地夸奖了翠翠不少, 且似乎不许别人来关心翠翠的婚事, 故一到这件事便闭口不谈, 回家时, 祖父抱了那只白鸭子, 捅别的东西, 翠翠打火把引路, 两人沿城墙走去, 一面是城, 一面是水, 祖父说, 顺顺真是个好人, 大放得很, 大佬也很好, 这一家人都好, 翠翠说, 一家人都好, 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 祖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在, 因为今天太高兴一点, 便笑着说, 翠翠, 假若大佬要你做媳妇, 请人来做媒, 你答应不答应, 翠翠就说, 爷爷, 你疯了, 再说我就生你的气, 祖父话虽不说了, 心中却很显然地, 还赚着这些可笑的不好的念头, 翠翠着了脑, 把火炬向路两旁乱晃着, 向前样样地走去了, 翠翠, 莫闹, 我摔到河里去, 鸭子会走脱的, 谁也不稀罕那只鸭子, 祖父明白, 翠翠为什么是不高兴, 祖父便唱起摇鲁人使船下滩时催鲁的歌声, 声音虽然哑沙沙的, 字眼却稳稳当当, 毫不含糊, 翠翠一面听着, 一面向前走去, 忽然停住了发问, 爷爷, 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 祖父不说什么, 还是唱着, 两人接迹顺顺加二老的船, 正在青浪滩过节, 但谁也不明白另外一个人的记忆所指出, 祖孙二人便沉默地一直走还家中, 到了渡口, 那代理看船的正把船舶在岸边等候他们, 几人渡过西到了家中, 包粽子吃, 到后那人要进城去, 翠翠感激为那人点上火把, 让他有火把照录, 人过了小溪上小山时, 翠翠同祖父在船上望着, 翠翠说, 爷爷, 看喽啰上山了呀, 祖父把手攀引着横满, 注目熄灭的博物, 庞佛看到了什么东西, 轻轻地浴了一口气, 祖父静静地拉船过对岸家边时, 要翠翠先上岸去, 自己却守在船边, 因为过节, 明白一定有乡下人上城里看龙船, 还得乘黑赶回家去, 第六章, 白日里, 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持, 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 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可, 正似乎因为那个过渡人送钱气派, 使老船夫受了点压迫, 这称渡船人就俨然生气似的, 迫着那人把钱收回, 使这人不得不把钱捏在手里, 但船拢案时, 那人跳上了码头, 一手铜钱向船舱里一洒, 却笑眯眯的匆匆忙忙走了, 老船夫手还得拉着船让别人上岸, 无法去追赶那个人, 就喊小山头的女, 翠翠, 翠翠, 帮我拉着那个卖皮纸的小伙子, 不许他走, 翠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真便同黄狗去拦那第一个下山人, 那人笑着说, 不要拦我, 正说着, 第二个商人赶来了, 就告给翠翠是什么事情, 翠翠明白了, 更拉着卖纸人衣服不放, 只说, 不许走, 不许走, 黄狗为了表示同主人的意见一致, 也便在翠翠身边汪汪汪地飞着, 其余商人皆笑着, 一时不能走路, 祖父其嘘嘘地赶来了, 把钱强迫塞到那人手心里, 且搭了一大树草烟到那商人担子上去, 搓着两手笑着说, 走呀, 你们上路走, 那些人于是全笑着走了, 翠翠说, 爷爷, 我还以为那人偷你东西, 捅你打架, 祖父就说, 他送我好些钱, 我才不要这些钱, 告他不要钱, 他还捅我吵, 不讲道理, 翠翠说, 玄环给他了吗, 祖父抿着嘴把头摇摇, 装成狡猾得意, 神气笑着, 把扎在腰带上留下的那枚单童子取出, 送给翠翠, 且说, 他得了我们那把烟叶, 可以吃到镇干成, 远处鼓声又蓬蓬地响起来了, 黄狗张着两个耳朵听着, 翠翠问祖父, 听不听到什么声音, 祖父一注意, 知道是什么声音了, 便说, 翠翠, 端午又来了, 你记不记得, 虚年天保大佬送你那只肥鸭子, 早上大佬同一群人上川东去, 过渡时还问你, 你一定忘记那次落的行语, 我们这次若去, 又得打火把回家, 你记不记得, 我们两人用火把照录回家, 翠翠还正想起两年前的端午一切事情啊, 但祖父一问, 翠翠却微带点脑子的神器, 把头摇摇, 故意说, 我记不得, 我记不得,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怎么记不得, 祖父明白那话的意思, 又说, 前年还更有趣, 你一个人在河边等我, 差点不知道回来, 我还以为大鱼会吃掉你, 提起就是, 翠翠吃得笑了, 爷爷, 你还以为大鱼会吃掉我, 是别人家说我, 我告给你的, 你那天只是恨不得让城中的那个爷爷, 努力使筋肉在拘束中显得又有力又年轻, 且说, 翠翠, 你不信, 你咬, 翠翠逆着腰背微坨白发满头的祖父, 不说什么话, 远处有吹索娜的声音, 他知道那是什么事情, 且知道索娜方向, 要祖父同他下了船, 把船拉过家中那边岸旁去, 为了想早早地看到那迎婚送亲的喜叫, 翠翠还爬到屋后, 踏下去眺望, 过不久, 那一伙人来了, 两个吹索娜的, 四个强壮乡下汉子, 一顶空花轿, 一个穿西衣的团总儿子模样的青年, 另外还有两只羊, 一个牵羊的孩子, 一坛酒, 一盒瓷八, 一个淡礼物的人, 一伙人上了渡船后, 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 祖父拉船, 翠翠却帮花轿站定, 去欣赏每一个人的脸色, 与花轿上的流苏, 龙岸后, 团总儿子模样的人, 从寇花豹肚里, 掏出了一个小红纸暴风, 递给老船夫, 这是规矩, 祖父再不能说不接受了, 但得了钱祖父却说话了, 问那个人, 新娘是什么地方人, 明白了, 又问姓什么, 明白了, 又问多大年纪, 一起接弄明白了, 吹索娜的一上岸后, 又把索娜呜呜啦啦吹起来, 一行人便翻山走了, 祖父同翠翠留在船上, 赶倾旁佛街追着那索娜声音走去, 走了很远的路方, 回到自己身边来, 祖父颠着那红纸暴风的分量说, 翠翠, 宋家宝子里新嫁娘子十五岁, 翠翠明白, 祖父这句话的意思所在, 不做理会, 静静地把船拉动起来, 到了家边, 翠翠跑回家, 去取小小竹子坐得双管锁那, 请祖父坐在船头, 吹娘送女曲子给她听, 她却同黄狗躺到门前大岩石上阴处, 看天上的云, 白日见长, 不知什么时节, 祖父睡着了, 翠翠同黄狗也睡着了, 第七章, 到了端午, 祖父同翠翠在三天前夜一遇先约好, 祖父守船, 翠翠同黄狗过顺顺吊脚楼去看热闹, 翠翠先不答应, 后来答应了, 但过了一天, 翠翠又翻回回来, 以为要看两人去看, 要守船, 两人守船, 祖父明白那个意思, 是翠翠玩心与爱心相战争的结果, 为了祖父的牵绊, 应当玩得也无法去玩, 这不成, 祖父含笑说, 翠翠, 你这是为什么, 说定了的又翻回, 同茶洞人平素品德不相沉, 我们应当说以十一, 不许三心二意, 我记性并不坏到这样子, 把你答应了我的即刻忘掉, 祖父虽那么说, 很显然的是, 祖父对于翠翠的打算是同意的, 但人太怪了, 祖父有点悄然不乐了, 见祖父不再说话, 翠翠就说, 我走了, 谁陪你, 祖父说, 你走了, 船陪我, 翠翠把眉毛皱拢去苦笑着, 船陪你, 嗨, 嗨, 船陪你, 爷爷, 你真是, 祖父心想, 你总有一天会要走的, 但不敢提这件事, 祖父一时无话可说, 于是走过屋后塔下小谱里去看葱, 翠翠跟过去, 爷爷, 我决定不去, 要去让船去, 我替船陪你, 好, 翠翠, 你不去我去, 我还得带了朵红花, 庄留老老进城去见试炼, 两人都为这句话笑了许久, 祖父李聪, 翠翠却摘里根大葱乌乌吹着, 有人在东岸喊过渡, 翠翠不让祖父战先, 便忙着跑下去, 跳上了渡船, 沿着横溪篮子拉船过溪去接人, 一面拉船, 一面喊祖父, 爷爷, 你唱, 你唱, 祖父不唱, 却只站在高檐上望翠翠, 把手摇着, 一句话不说, 祖父有点心事, 心事重重的, 翠翠长大了, 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 无意中提到什么是会红脸了, 时间在成长他, 似乎正催促他, 使他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负点则, 他欢喜看铺粉满脸的新嫁娘, 欢喜说道关于新嫁娘的故事, 欢喜把野花带到头上去, 还欢喜听人唱歌, 茶动人的歌声, 缠绵处他以领略得出, 他有时庞佛孤独了一点, 爱坐在岩石上去, 向天空一起云一颗星影谋, 祖父若问, 翠翠, 想什么? 他便带着点害羞情绪, 轻轻地说, 在看水鸭丝打架, 照当地习惯, 意思就是翠翠不想什么, 但在心里却同时又自问, 翠翠, 你真在想什么? 同时自己也在心里答着, 我想得很远, 很多, 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 他的确在想, 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女孩子身体积极发育得很完全, 在本身上一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 到月就来, 也使他多了些思索, 多了些梦, 祖父明白这类事情对于一个女子的影响, 祖父心情也变了些, 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 但在人世上的自然现象, 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外, 因为翠翠的长成, 是祖父记起了些旧事, 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 重新找回了些东西, 翠翠的母亲, 某一时节, 原同翠翠一个样子, 眉毛长, 眼睛大, 皮肤红红的, 野怪的使人恋爱也懂在一些小处, 起眼动眉毛, 使家中长辈快乐, 野庞佛永远不会同家中这一个分开, 但一点不幸来了, 他认识了那个兵, 到末了, 丢开老的和小的, 却陪那个兵死了, 这些是从老传夫说来, 谁也无罪过, 只应天去负责, 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 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 摊拍到本身的一份, 说来实在不公平, 说是放下了, 也正是不能放下的, 莫可奈何容忍道的一件事, 那时还有个翠翠, 如今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 老传夫的年龄, 还能把小厨再遇下去吗, 人愿意神却不同意, 人太老了, 应当休息了, 凡是一个良善的乡下人, 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 全得到了, 假如另外高处有一个上帝, 这上帝切有一双手支配一切, 很明显的是, 十分公道的办法, 是硬把祖父先收回去, 再来让那个年轻的, 在新的生活上, 得到应分接受内心或不幸, 才何道理, 可是祖父并不那么想, 他被翠翠担心, 他有时便躺到门外岩石上, 对着星子想他的心事, 他以为死是应当快到了的, 正因为翠翠人已长大了, 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 无论如何, 得让翠翠有个着落, 翠翠既是她那可怜母亲教把她的, 翠翠大了, 她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 她的事才算完结, 交给谁, 必须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 前几天顺顺加添宝大老过西时, 同祖父谈话, 这心直口快的青年人, 第一句话就说, 老伯伯, 你翠翠长得真标致, 像个官衣样子, 再过两年, 若我有闲空能留在茶洞照料事情, 不必向老鸭到处飞, 我一定每夜到这西边来为翠翠唱歌, 祖父用微笑奖励这种自白, 以免把船拉动, 以免把那双小眼睛瞅着大老, 于是大老又说, 翠翠太娇了, 我担心他只易于听点茶洞人的歌声, 不能做茶洞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 却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媳妇, 又要马儿不吃草, 又要马儿走得好, 哎, 这两句话恰是古人为我说的, 祖父慢条四里把船叼了头, 让船尾办案, 就说, 大老也有这种事, 你瞧着吧, 究竟是什么事, 祖父可并不明白说下去, 那青年走去后, 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 实在又愁又习, 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 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 当真交把了他, 翠翠是不是愿意, 第八章, 初五大清早落了点毛毛雨, 上游且涨了点龙船水, 河水全便作豆绿色, 祖父上城买办过节的东西, 带了个纵八叶斗篷, 携带了一个篮子, 一个装酒的大葫芦, 肩头上挂了个搭帘, 其中放了一吊六百钱, 就走了, 因为是节日, 这一天从小村小寨带了铜钱担了货物, 上城去办货吊货的极多, 这些人起身也极早, 顾祖父走后, 黄狗就半童翠翠手船, 翠翠头上带了一个崭新的斗篷, 把过渡人一趟一趟地送来送去, 黄狗坐在船头, 每当船拢按时, 必先跳上岸边去掀绳头, 引起每个过渡人的欣慰, 有些过渡乡下人也携了狗上城, 照例如俗话说的, 狗离不得屋, 亦离了自己的家, 急火棒着主人, 也变得非常老实了, 到过渡时, 翠翠的狗必走过去嗅嗅, 从翠翠方面逃取了一个眼色, 似乎明白翠翠的意思, 就不敢有什么举动, 直到上岸后, 把拉绳子的事情做完, 眼见到那只陌生的狗上小山去了, 也必跟着追去, 或者向狗主人轻轻飞着, 或者逐着那陌生的狗, 必得翠翠带点趁脑的嚷着, 狗, 狗, 你狂什么, 还有事情做, 你就跑呀, 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 且依然满船文秀不已, 翠翠说, 这算什么轻狂举动, 跟谁学得的, 还不好好蹲到那边去, 狗俨然极其懂事, 便及格到驼自己原来地方去, 知见货又想想起什么似的, 轻轻地吠几声, 与洛格不止, 西面一起焰, 翠翠在船上无事可做时, 便算着老船夫的行程, 他知道他这一去, 应到什么地方碰到什么人, 谈些什么话, 这一天城门边应当是些什么情景, 和解上应当是些什么情景, 心中一本策, 他完全如同眼见到的那么明明白白, 他又知道祖父的脾气, 一见城中相熟梁子上人物, 不管是马夫或夫, 总会把过节时应有的宋主说出, 这边说, 父爷, 你过节吃饱喝饱, 那一个便也将说, 划船的, 你吃饱喝饱, 这边若说着如上的话, 那边人说, 有什么可以吃饱喝饱, 四两肉, 两碗酒, 既不会饱也不会醉, 那么, 祖父必很诚实, 邀请这熟人过必须祖喝个够量, 倘若有人当时, 就想喝一口祖父葫芦中的酒, 这老船夫也从不吝啬, 必很快地就把葫芦递过去, 酒喝过了, 那兵营中人卷舌子舔着嘴唇, 称赞酒好, 于是又必被乐破着喝第二口, 酒在这种情景下烧起来了, 就又跑到原来铺上去, 加满为止, 脆脆且知道, 祖父还会到码头上去同刚龙岸一天两天的上水船水手谈谈话, 问问下河的米架岩架, 有时且弯着腰钻进那带有海带鱿鱼味, 以及其他油味, 醋味, 柴烟味的船舱里去, 水手们从小潭中抓住一把红枣, 递给老船夫, 过一阵, 等到祖父回家被脆脆埋怨时, 这红枣便称为祖父与脆脆和解的东西, 祖父一到河街上, 且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的粽子与其他东西, 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 祖父虽嚷着我带了那么一大堆, 回去会把老骨头压断, 可是不管如何, 这些东西多少总得零点轻, 走到麦若岸桌边去, 他想买入人家却不愿接钱, 屠狐若不接钱, 他却宁可到另外一家去, 绝不想沾得点便宜, 那屠狐说, 爷爷, 你为人那么硬算什么, 又不是要你去做离口耕舔, 但不行, 他以为这是雪钱, 不比别的事情, 你不收钱, 他会把钱预先算好, 猛地把钱支到大而长的钱筒里去, 绝了肉就走去的, 卖肉地明白他那种性情, 到他称肉食总选取最好的一处, 且把分量故意加多, 他仅及时却将说, 喂喂, 大老板, 我不要你那些好处, 腿上的肉, 是城里人炒鱿鱼肉丝用的肉, 莫通我开玩笑, 我要加香肉, 我要浓得莫的, 我是个划船人, 我要拿去炖胡萝卜喝酒的, 得了肉, 把钱交过手时, 自己先数一次, 又嘱咐图虎再数, 图虎却照例不理会他, 把一手钱滑得像长竹铜口丢去, 他于是简直是妩媚地微笑着走了, 图虎与其他买肉人, 见到他这种神气, 必笑个不止, 翠翠还知道, 祖父必到和节上顺顺家里去, 翠翠温习着两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 心中很快乐, 好像目前有一个东西, 同早间在床上闭了眼睛, 所看到那种捉摸不定的黄葵花一样, 这东西, 庞佛很明朗地在眼前, 却看不准, 抓不住, 翠翠想, 白机关真出老虎吗? 他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想起白机关, 白机关是游水中部一个地名, 里查栋两百多里路, 于是又想, 三十二个人遥流披露, 上水走风时张起个大棚, 一百幅白布铺成的一片东西, 现在这样大船上过洞庭湖, 多可笑他不明白洞庭湖有多大, 也就从没见过这种大船, 更可笑的, 还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却想到这个问题, 一群过渡人来了, 有担子, 有送宫式跑岔模样的人物, 另外还有母女二人, 母亲穿了新疆起的硬朗的蓝布衣服, 女孩子脸上涂着两柄红色, 穿了不慎合身的新衣, 上乘到亲戚家中去拜捷看龙船的, 等待众人上船稳定后, 翠翠一面望着那小女孩, 以免把船拉过溪去, 那小孩从翠翠姑来, 年纪也将十三四岁了, 神气却很娇, 似乎从不曾离开过母亲, 脚下穿的是一双尖头心油过的定鞋, 上面沾污了些黄泥, 裤子是那种贩子的葱绿布作的, 见翠翠尽是望他, 他也便看着翠翠, 眼睛光光地如同两粒水晶球, 有点害羞, 有点不自在, 同时也有点不可言说的爱娇, 那母亲模样的妇人便问翠翠年纪有几岁, 翠翠笑着, 不高兴答应, 却反问小女孩今年几岁, 听那母亲说十三岁时, 翠翠忍不住笑了, 那母女显然是财主人家的妻女, 从神气上就可看出的, 翠翠注视那女孩, 发现了女孩子手上还戴的有一副麻花脚的银手镯, 闪着白白的亮光, 心中有点新鲜, 传绑案后, 人陆续上了案, 妇人从身上摸出一桶子, 塞到翠翠手中, 就走了, 翠翠当时竟忘了祖父的规矩了, 也不说道谢, 也不把钱退还, 只望着这一行人中那个女孩子身后发痴, 一行人正将翻过小山时, 翠翠忽悠忙匆匆地追上去, 在山头上把钱还给那夫人, 那夫人说, 这是送你的, 翠翠不说什么, 只微笑把头进摇, 且不等夫人来得及说第二句话, 就很快地向自己渡船边跑去了, 到了渡船上, 溪那边又有人喊过渡, 翠翠把船又拉回去, 第二次过渡是七个人, 又有两个女孩子, 也同样因为看龙船, 特意换了干净衣服, 相貌却并不如何美观, 因此使翠翠更不能忘记先前那一个, 今天过渡的人特别多, 其中女孩子比平时更多, 翠翠记在船上拉篮子百度, 故见到什么好看的, 急古怪的, 人怪的, 眼睛矿子红红的, 莫不在记忆中留下个印象, 无人过渡时, 等着祖父祖父又不来, 并禁止反复温习这些女孩子的神气, 且轻轻地无所谓地唱着,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 不咬别人, 团总的小姐派第一, 大姐带付金簪子, 二姐带付银串子, 只有我三妹妹的什么带, 耳朵上常年带条豆芽菜, 城中有人下乡的, 在河街上一个酒店前面, 曾见及那个称渡川的老头子, 把葫芦嘴推让给一个年轻水手, 请水手喝他新买的白烧酒, 翠翠问及时, 那城中人就告给他所见到的事情, 翠翠笑祖父的慷慨不是时候, 不是地方, 过渡人走了, 翠翠就在船上又轻轻地哼着, 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原迎神的歌婉, 你大仙, 你大神, 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 他们既诚实, 又年轻, 又身无疾病, 他们大人会喝酒, 会坐视, 会睡觉, 他们孩子能长大, 能耐鸡, 能耐冷, 他们股牛肯耕田, 山羊肯生仔, 鸡鸭肯富卵, 他们女人会养儿子, 会唱歌, 会找他心中欢喜的情人, 你大神, 你大仙, 排架前来站两边, 官夫子身胯齿兔马, 玉驰攻守拿大铁鞭, 你大仙, 你大神, 云端下将慢慢行, 张国老驴的坐稳, 铁拐里脚下要小心, 福禄绵绵是神恩, 和风和雨神好心, 好酒好饭当前阵, 肥猪肥养火上烹, 洪秀泉, 李鸿章, 你们在生世霸王, 杀人放火进阶全中阁有道, 进来坐席又何妨, 慢慢吃, 慢慢喝, 月白风轻好过河, 最时携手同归去, 我当为你再唱歌, 那首歌声音寂寂柔和, 快乐中又微带忧郁, 唱完了这歌, 翠翠觉得心上有一色凄凉, 他想起秋末仇神, 还愿石田, 其中的火辽同鼓角, 远处鼓声已起来了, 他知道会由朱虹长信的龙船, 这时节已下河了, 细雨还依然落个不止, 熄灭一起烟, 第九章, 祖父回家时, 大约已将近平常吃早饭时节了, 肩上手上全是东西, 一上小山头便喊翠翠, 要翠翠拉船过小溪来迎接他, 翠翠眼看到多少人接近了城, 正在船上挤得莫可奈何, 听到祖父的声音, 精神忘了, 锐声打着, 爷爷, 爷爷, 我来了, 老船夫从码头边上的渡船后, 把肩上手上的东西, 搁到船头上, 一面帮着翠翠拉船, 一面向翠翠笑着, 如同一个小孩子, 神气充满了谦虚与羞怯, 翠翠, 你急坏了, 是不是翠翠本应埋怨祖父的, 但他却回答说, 爷爷, 我知道你在河街上劝人喝酒, 好玩得很, 翠翠还知道祖父极高兴到河街上去玩, 但如此说来, 将更使祖父害羞乱嚷了, 因此话到口边却不提出, 翠翠把搁在船头的东西, 一一估计在眼里, 不见了酒葫芦, 翠翠吃得笑了, 爷爷, 你到大方, 请父爷同船上人吃酒, 连葫芦也吃到肚里去了, 祖父笑着忙做说明, 哪里, 哪里, 我那葫芦被顺顺大拨扣下了, 他见我在河街上请人喝酒, 就说未未百度的张横, 这不成的, 你不开草房, 如何这样子, 把你那个放下来, 请我全喝了吧, 他当真那么说, 请我全喝了吧, 我把葫芦放下了, 但我猜想他是同我闹着玩的, 他家里还少少酒吗, 翠翠, 你说, 爷爷, 你以为人家真想喝你的酒, 便是同你开玩笑吗, 那是怎么的, 你放心, 人家一定因为你请客不是地方, 所以扣下你的葫芦, 不让你请人把酒喝完, 等等就会为你送来的, 你还不明白, 真是, 哎, 当真会是这样的, 说着传言拢了案, 翠翠抢先帮祖父搬东西, 但结果却只拿了那鲑鱼, 那个花大莲, 大莲中前已用光了, 却有一包白糖, 一包小芝麻饼子, 两人刚把新买的东西搬运到家中, 对膝就有人喊过度, 祖父要翠翠看着肉菜, 免得被野猫拖去, 争着下膝去做事, 一会儿便同那个过度人, 嚷着到家中来了, 原来这人便是送酒葫芦的, 只听到祖父说, 翠翠, 你猜对了, 人家当真把酒葫芦送来了, 翠翠来不及向灶边走去, 祖父同一个年纪轻轻的, 脸黑肩薄宽的人物便进到屋里了, 翠翠同客人接笑着, 让祖父把话说下去, 客人又望着翠翠笑, 翠翠彭佛明白为何被人望着, 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走到灶边烧火去了, 西边又有人喊过度, 翠翠赶忙跑出门外船上去, 把人度过了西, 恰好又有人过西, 天虽落小雨, 过度人却分外多, 一脸三次, 翠翠在船上一面做事, 以免想起祖父的去处, 不知怎么的, 从城里被人打发来送酒葫芦的, 他觉得好像是个熟人, 可是眼睛里像是熟人, 却不明白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但也正像是不肯把这人想到某方面去, 方猜不着这来人的身份, 祖父在眼看上边喊, 翠翠,翠翠, 你上来歇歇, 陪陪客, 本来无人过度, 便想上岸去烧火, 但经祖父一喊, 反而不上岸了, 来客问祖父进不进城看船, 老杜船夫就说应当看守杜船, 两人又谈了些别的话, 到后来客方言归正传, 伯伯, 你翠翠像的大人了, 长得很好看, 称杜船的笑了, 口气同哥哥一样, 倒爽快呢, 这样想着, 却那么说, 二老, 这地方配受人称赞的只有你, 人家都说你好看, 八面山的豹子, 地地西的景机, 全是特别颂扬 你这个人好处的景句, 但是, 这很不公平, 很公平的, 我听船上人说, 你上次押船, 船到三门下面白急观摊处了事, 从急浪中你援救过三个人, 你们在摊上过夜, 被村子里女人见着了, 人家在你棚子边唱歌一整夜, 是不是真有其事, 不是女人唱歌一夜, 是狼好, 那地方著名多狼, 只下了机会吃我们, 我们烧了一大堆火, 吓住了驼们, 才不被吃掉, 老船夫笑了, 那更妙, 人家说的话还是很对的, 狼时只吃姑娘, 吃小孩, 吃十八岁标志青年, 像我这种老骨头, 驼不要吃的, 那二老说, 伯伯, 你到这里见过两万个日头, 别人家全说我们这个地方风水好, 出大人, 不知为什么原因, 如今还不出大人, 你是不是说风水好英出有大名头的人, 我以为这种人, 不生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也不碍事, 我们有聪明, 正直, 勇敢, 耐劳的年轻人就够了, 像你们父子兄弟, 为本地野增光彩已经很多很多, 伯伯, 你说得好, 我也是那么想, 地方不出坏人出好人, 如伯伯那么样子, 人虽老了, 还硬朗的同棵楠木树一样, 稳稳当当地活到这块地面, 又正经, 又大方, 难得的脸, 我是老骨头了, 还说什么, 日头, 雨水, 走长路, 挑分量沉重的担子, 大吃大喝, 挨饿受寒, 自己分上的都拿过了, 不久就会躺到这冰凉土地上喂去吃的, 这世界有的是你们小伙子分上的一切, 好好的干, 日头不辜负你们, 你们也莫辜负日头, 伯伯, 看你那么勤快, 我们年轻人不敢辜负日头, 说了一阵, 二老乡走了, 老船夫便站到门口去喊叫脆脆, 要他到屋里来烧水煮饭, 调换他自己看船, 脆脆不肯上岸, 客人却已下船了, 脆脆把船拉动时, 祖父故意装作埋怨神器说, 脆脆, 你不上来, 难道要我在家里做媳妇煮饭吗, 脆脆邪腻了客人一眼, 见客人正盯着他, 便把脸背过去, 抿着嘴, 很自负地拉着那条横栏, 船慢慢拉过对岸了, 客人站在船头同脆脆说话, 脆脆, 吃了饭, 同你爷爷去看划船吧, 脆脆不好意思不说话, 别说, 爷爷说不去, 去了无人守这个船, 你呢, 爷爷不去, 我也不去, 你也守船吗, 我陪我爷爷, 我要一个人来替你们守渡船, 好不好, 砰的一下, 船头已撞到岸边土砍上了, 船拢岸了, 二老向岸上一跃, 站在斜坡上说, 脆脆, 难为你, 我回去就要人来替你们, 你们快吃饭, 一同到我家里去看船, 今天人多脸, 热闹脸, 脆脆不明白这陌生人的好意, 不懂得为什么一定要到他家中去看船, 抿着小嘴笑笑, 就把船拉回去了, 到了家中一边西岸后, 只见那个人还正在对西小山上, 好像等待什么, 不急走开, 脆脆回转家中, 到灶口边去烧火, 一面把带点湿气的草色尽灶里去, 一面像正在把客人带回的那一葫芦酒试着的祖父询问, 爷爷, 那人说回去, 就要人来替你, 要我们俩人去看船, 你去不去, 你高兴去吗? 两人同娶我高兴, 那个人很好, 我想认得他, 他是谁? 祖父心想, 这倒对了, 人家也觉得你好, 祖父笑着说, 翠翠, 你不记得你前年在大河边时, 有个人说要让大鱼咬你吗? 翠翠明白了, 却仍然装不明白问, 他是谁? 你想想看, 猜猜看, 一本百家姓好多人, 我猜不着他是张三李四, 顺顺传总家的二老, 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呀, 他抿了一口酒, 像赞美酒又像赞美人, 嘀嘀地说, 好的, 妙的, 这是难得的, 过渡的人在门外砍下叫唤着, 老祖父口中还是好的, 妙的匆匆下船坐视去了, 第十章, 吃饭时格西有人喊过渡, 翠翠抢着下船, 到了那边, 方知道原来过渡的人, 便是船总顺顺加拍来做剃手的水手, 一见翠翠就说道, 二老要你们一吃了饭就去, 他一下合了, 见了祖父又说, 二老要你们吃了饭就去, 他一下合了, 战耳听听, 便可听出远处鼓声已叫密, 从鼓声里使人想到那些急峡的船, 在长潭中笔直前进时, 水面上画着如何美丽的长长的线路, 新来的人茶也不吃, 便在船头占妥了, 翠翠同祖父吃饭时, 要他喝一杯, 只是摇头推子, 祖父说, 翠翠, 我不去, 你同小狗去好不好, 要不去, 我也不想去, 我去呢, 我本来也不想去, 但我愿意陪你去, 祖父微笑着, 翠翠, 翠翠, 你陪我去, 好的, 你陪我去, 祖父同翠翠到城里大河边时, 河边早站满了人, 细雨已经停止, 地面还是气气的, 祖父要翠翠过河接船总家 吊脚楼上去看船, 翠翠却以为站在河边叫好, 两人在河边站定不多久, 顺顺边派人把他们请去了, 吊脚楼上已有了很多的人, 早上过渡时, 为翠翠所注意的香绳妻女, 手顺顺家的款带, 占据了最好窗口, 一见到翠翠, 那女孩子就说, 你来, 你来, 翠翠带着点羞怯走去, 坐在他们身后条凳上, 祖父便走开了, 祖父并不看龙船进度, 却为一个熟人拉到河上游半里路远近, 到一个新年房看水年子去了, 老船夫对于水年子原来就极有幸违的, 以山滨水来, 一座小小茅屋, 屋中有那么一个原始片子, 固定在一个横轴上, 斜斜地搁在石草里, 当水闸门抽去时, 流水冲击地下的暗轮, 上面的石片便飞转起来, 做主人的管理这个东西, 把毛骨倒进石草中去, 把粘好的米弄出, 放在乌角鱼筛子里, 再筛去抗灰, 地上全是抗灰, 主人头上抱着块白布帕子, 头上肩上也全是抗灰, 天气好时, 就在碾房前后西地里, 种些萝卜, 青菜, 大蒜, 四季葱, 水沟坏了, 就把裤子脱去, 到河里去堆砌石头, 修理些水畜, 水碾罢若修筑得好, 还可装个小小余粮, 涨小睡时, 就自会有余上粮来, 不劳而获, 在河边管理一个碾房, 比管理一只渡船多变化有趣味, 轻轻一看也就明白了, 但一个称渡船的若想有座碾房,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 反碾房照例是属于当地小财主的产业, 那熟人把老船夫带到碾房编室, 就告给他这碾房业主为谁, 两人一面各处视察, 一面说话, 那熟人用脚踢着新年盘说, 中寨人自己坐在高山寨子上, 却欢喜来到这大河编制产业, 这是中寨王团总的大前七百调, 老船夫转着那双小眼睛, 很羡慕地去欣赏一切, 估计一切, 把头点着, 且对于碾房中对象一加以很得体的批评, 后来两人就坐到那还未完工的白木条凳上去, 熟人又说道, 这碾房的将来, 似乎是团总女儿陪嫁的庄联, 那人于是想起了翠翠, 且记起大佬托过他的事情来了, 便问道, 伯伯, 你翠翠今年十几岁, 满十四近十五岁, 老船夫说过这句话后, 便接着在心中计算过去的年月, 十四岁多能干, 将来谁得的真有福气, 有什么福气, 又无碾房陪嫁, 一个光人, 别说一个光人, 一个有用的人, 两只手抵得五座碾房, 洛阳桥也是鲁般两只手造的, 这样那样地说着, 说到后来, 那人笑了, 老船夫也笑了, 心想, 翠翠有两只手将来也去造洛阳桥吧, 新鲜事, 那人过了一回又说, 茶洞人年轻男子眼睛光, 选媳妇也急在行, 伯伯, 你若不多我的心事, 我就说个笑话给你听, 老船夫问, 是什么笑话, 那人说, 伯伯, 你若不多心事, 这笑话也可以当真话去听脸, 接着说的下去就是, 顺顺家大佬如何在人家赞美脆脆, 且如何托他来探听老船夫口气那么一件事, 末了同老船夫来转述另一回绘画的情形, 我问他, 大佬, 大佬, 你是说真话还是说笑话, 他就说, 你为我去探听探听的老的, 我欢喜脆脆, 想要脆脆, 是真话, 我说, 我这口顿得狠, 说出了口老的一巴掌打来呢, 他说, 你怕打, 你先当笑话去说, 不会挨打的, 所以, 伯伯, 我就把这件真事情当笑话来捅你说了, 你是想想, 他初九从川东回来见我时, 我应当如何回答他, 老船夫记前一次大佬亲口所说的话, 知道大佬的意思很真, 且知道顺顺也欢喜欢脆脆, 心里很高兴, 但这件事照规矩的这个人带风点心, 亲自到碧溪祖家中去说, 方健得慎重启示, 老船夫就说, 等他来时你说, 老家伙听过了笑话后, 自己也说了个笑话, 他说, 车是车路, 马是马路, 各有走法, 大佬走的是车路, 应当由大佬爹爹做主, 请了没人来, 正正经惊痛我说, 走的是马路, 应当自己做主, 站在渡口对西高崖上, 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伯伯, 若唱三年六个月的歌动得了翠翠的心, 我敢明天就自己来唱歌了, 你以为翠翠啃了, 我还会不啃吗, 不礼, 人家以为这件事, 你老人家啃了, 翠翠便无有不啃呢, 不能那么说, 这是他的适合, 便是他的事, 可是必须老的做主, 人家也仍然以为在日头月光下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还不如得伯伯说一句话好, 那么, 我说, 我们就这样办, 等他从川东回来时, 要他同顺顺去说明白, 我呢, 我也先问问翠翠, 哭以为听了三年六个月的歌, 再跟他唱歌人走去, 有意思些, 我就请你, 劝大佬走他那弯弯曲曲的马路, 那好的, 见了他我就说, 大佬, 笑话嘛, 我已说过了, 真话呢, 看你自己的命运去了, 当真看他的命运去了, 不过我明白他的命运还是在你老人家手上捏着的, 不是那么说, 我若捏得定这件事, 我马上就答应了, 这里两人把话说妥后, 就过另一处看一只顺顺新进买来的三舱船去了, 河街上顺顺吊脚楼方面, 却有了如下事情, 翠翠虽被那乡绅女孩喊到身边去坐, 地位非常之好, 从窗口望出去, 河中一切朗然在望, 然而心中可不安宁, 即在其他几个窗口看热闹的人, 似乎皆常常把眼光从河中紧雾挪到这边几个人身上来, 还有些人故意装成有别的事情样子, 从楼这边走过那一边, 事实上却权威的是, 好仔细看看翠翠这方面几个人, 翠翠心中老不自在, 只想借故跑去, 一会儿河下的炮声响了, 几只从对河取其的船只直向这方面滑来, 先是四条船皆相距不远, 如四只舰在水面射着, 到了一半, 已有两只船战线了些, 再过一回子, 那两只船中间便又有一只超过了并进的船只而前, 看看船到了税局门前时, 第二次炮声又响, 那船便胜利了, 这十节胜利的已判明属于河街人所化的已知, 各处便皆想着庆祝的小鞭炮, 那船于是沿了河街吊脚楼滑去, 鼓声蓬蓬作响, 河边与吊脚楼各处都同时呐喊表示快乐的祝贺, 翠翠眼见在船头站定, 摇动小旗只会进退头上, 包着红布的那个年轻人便是送酒葫芦到碧溪族的二老, 心中便印着三年前的旧事大于吃掉你, 吃掉不吃掉, 不用你管, 狗,狗, 你也看人叫, 想起狗, 翠翠才注意到自己身边的一只黄狗, 已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 便离了座位, 在楼上各处找寻他的黄狗, 把船头人忘掉了, 他一面在仁丛里找寻黄狗, 一面听人家正说些什么话, 一个大脸妇人问, 是谁家的人, 坐到顺顺家当中窗口前的那块好地方, 一个妇人就说, 是寨子上王湘生家大姑娘, 今天说是来看船, 骑是来看人, 同时也让人看, 人家命好, 有福分坐那好地方, 看谁人, 被谁看, 嗨, 你还不明白, 那湘生想同顺顺打亲家呢, 那姑娘配什么人, 是大老还是二老, 说是二老呀, 等等你们看着月云, 就会上楼来看的丈母娘的, 另一个女人便插嘴说, 是弄妥了, 好得很呢, 人家有一座崭新年房陪嫁, 比十个常年还好一些, 有人问, 二老怎么样, 可乐意, 有人就轻轻地说, 二老已说过了, 这不必看, 第一件事, 我就不想做那个碾房的主人, 你听月云二老亲口说吗, 我听别人说的, 还说二老欢喜一个称渡船的, 他又不是傻小二, 不要碾房, 要渡船吗, 那谁知道, 恒顺人是牛肉炒韭菜, 个人心里爱, 只看个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 渡船不会不如碾房, 当时个人眼睛对着河里, 口中说的这些闲话, 却无一个人回头来注意到身后边的翠翠, 翠翠脸发火发烧, 走到另外一处去, 又听有两个人提到这件事, 且说, 一切早安排好了, 只需要二老一句话, 又说, 只看二老今天那么一股劲儿, 就可以猜想得出, 这件事是按上一个黄花姑娘给他的, 谁是激动二老的黄花姑娘, 听到这个, 翠翠心中不免有点乱, 翠翠人矮了些, 在人背后一望不见何中情形, 只听到敲鼓声渐渐渐击月, 按上那喊声自远而尽, 便知道二老的船恰恰经过楼下, 楼上人也大喊着, 咂家叫着二老的名字, 乡绅太太那方面, 且有人放小白子颠炮, 忽然又用另外一种惊讶声音喊着, 且同时便见许多人出门向河下走去, 翠翠不知出了什么事, 心中有点迷乱, 正不知走回原来座位边去好, 还是依然站在人背后好, 只见那边正有人拿了个托盘, 装了一大盘粽子通系点心, 再请乡绅太太小姐用点心, 不好意思再过那边去, 便想也挤出大门外到河下去看看, 从河街一个盐店旁边涌到下河时, 正在一排吊脚楼的梁主间, 迎面碰头一群人, 拥着那个头包红布的二老来了, 原来二老因失足落水, 已从水中爬起来了, 路太窄了一些, 翠翠虽闪过一旁, 与迎面来的人仍然的肘子处着肘子, 二老一见翠翠就说, 翠翠,你来了, 爷爷也来了吗? 翠翠脸还发着烧, 不便作声, 心想, 黄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二老又说, 咱不到我家楼上去看呢? 我已要人替你弄了个好位子。 翠翠心想, 眼房陪嫁, 稀奇事情里, 二老不能逼迫翠翠回去, 到后便各自走开了。 翠翠到河下时, 小小心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 是烦恼吧? 不是。 是忧愁吧? 不是。 是快乐吧? 不, 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女孩子快乐呢? 是生气了吧? 是的, 她当真庞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 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 河边人太多了, 码头边潜水中, 船为船棚上, 以至于吊脚楼的柱子上, 也莫不有人。 翠翠自言自语说, 人那么多, 有什么三角猫好看, 先还以为可以在什么船上发现她的祖父, 但搜寻了一阵, 各处缺无祖父的影子。 她挤到水边去, 一眼便看到了自己家中那条黄狗, 同顺顺家一个常年, 正在去暗树丈一只空船上看热闹。 翠翠锐声叫喊了两声, 黄狗张着耳叶昂头四面一望, 便猛地扑下水中, 向翠翠方便求来了。 到了身边时, 狗身上已全是水, 把水抖着且跳跃不已, 翠翠便说, 得了, 装什么风, 你又不翻船, 谁要你落水呢? 翠翠通黄狗招祖父去, 在河街上一个木行前, 恰好遇着了祖父。 老船夫说, 翠翠, 我看了个好碾房, 碾盘是新的, 水车是新的, 屋上稻草也是新的。 水坝管着一流水, 急溜溜地, 抽水扎实, 水车转得如陀螺。 翠翠带着点做做问, 是什么人的? 是什么人的? 住在山上的王团总的。 我听人说是那中寨人 为女儿做嫁妆的东西, 毫不阔气, 包工就是七百掉大钱, 还不管风车, 不管家事。 谁讨那个人家的女儿? 祖父望着翠翠干笑着, 翠翠, 大鱼咬你。 大鱼咬你。 翠翠因为对于这件事心中 有了个数目, 便仍然装着全部明白, 只询问祖父, 爷爷, 谁个人得到那个碾房? 月云二老, 祖父说了, 又自言自语地说, 有人羡慕二老得到碾房, 也有人羡慕碾房得到二老。 谁羡慕呢? 爷爷。 我羡慕, 祖父说着便又笑了。 翠翠说, 爷爷, 你喝醉了。 可是二老还称赞你长得美呢? 翠翠说, 爷爷, 你醉疯了。 祖父说, 爷爷不醉不风趣, 我们到河边看他们放鸭子去。 他还想说, 二老捉的鸭子一定又会送给我们的, 话不及说, 二老来了, 站在翠翠面前微笑着, 翠翠也微笑着。 于是, 三个人回到吊脚楼上去。 第十一章, 有人带了礼物到碧溪组, 掌水码头的顺顺, 当真请了没人为儿子向渡船的攀亲起来了。 老船夫慌慌张张, 把这个人渡过溪口, 一同到家里去。 翠翠正在屋门前包豌豆, 来了客并不如何注意。 但一听到客人进门说贺喜贺喜, 心中有事, 不敢再待在屋门边, 就装作追赶菜园地的鸡, 拿了竹响高刷刷地摇着, 一面口中轻轻喝着, 向巫后白塔跑去了。 来人说了些闲话, 言归正传转述到顺顺的意见时, 老船夫不知如何回答, 只是很惊慌地搓着两只简洁的大手, 好像这不会真有其事, 而且神气中指向在说, 那好,那好, 其实这老头子却不曾说过一句话。 马兵把话说完后, 就问左祖父的意见怎么样, 老船夫笑着把头点着说, 大佬想走车路, 这个很好。 可是我得问问翠翠, 看他自己主意怎么样, 来人走后, 祖父在船头叫翠翠下河边来说话。 翠翠拿了一波及豌豆下到西边, 上了船, 娇娇地问他的祖父, 爷爷, 你有什么事? 祖父笑着不说什么, 只偏着个白发迎颠的头看着翠翠, 看了许久。 翠翠坐到船头, 低下头去包豌豆, 耳中听着远处竹黄里的黄鸟叫。 翠翠想, 日子长脸, 爷爷话也长了, 翠翠心轻轻地跳着。 过了一会祖父说, 翠翠, 翠翠, 先前来的那个伯伯来做什么, 你知道不知道? 翠翠说, 我不知道, 说后脸同景伯全红了。 祖父看看那种情景, 明白翠翠的心事了, 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 在空物里望见了15年前翠翠的母亲, 老船夫心中异常柔和了。 轻轻地自言自语说, 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 每一只圈的有个巢, 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 心中有了一点隐痛, 却勉强笑着。 翠翠呢, 正从山中黄鸟杜鹃叫生理, 以及山谷中伐竹人沙沙一下一下的砍伐竹子声音里, 想到许多事情。 老虎咬人的故事, 与人对骂时四巨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 铁工厂融铁炉里泄出的铁支耳朵听来的, 眼睛看到的, 他似乎都要去温习温习。 他既所以这样做, 又似乎全只为了希望忘掉眼前的一桩石而起, 但他实在有点误会了。 祖父说, 翠翠, 传总顺顺家里请人来做梅, 想讨你做媳妇, 问我愿不愿。 我呢, 人老了, 再过三年两载会过去的, 我没有不愿的事情。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想想, 自己来说, 愿意就成了, 不愿意也好。 翠翠不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装作从容, 窃窃地望着老祖父。 又不便问什么, 当然也不好回答, 祖父又说, 大佬是个有出息的人, 为人又正直, 又慷慨, 你嫁了他, 算是命好。 翠翠明白了, 人来做媒的大佬, 不曾把头抬起, 心冲冲地跳着, 脸烧得厉害, 仍然抱他的豌豆, 且随手把空豆菜, 抛到水中去, 望着他们在流水中, 从从容容地流去, 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见翠翠总不作声, 祖父于是笑了, 且说, 翠翠, 想几天不碍事, 洛阳桥并不是一个晚上造得好的, 要日子里。 前次那人来的, 就像我说到这件事, 我已经就告过他, 车是车路, 马是马路, 各有规矩。 向爸爸做主, 请没人正正经经来说是车路, 要自己做主, 站到对西高崖竹林里, 为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是马路, 你若欢喜走马路, 我相信人家会为你在日头下唱热情的歌, 在月光下唱温柔的歌, 一直唱到吐血喉咙烂, 翠翠不作声, 心中只想哭, 可是也无理由可哭。 祖父再说下去, 便引到死去了的母亲来了, 老人说了一阵沉默了, 翠翠悄悄把头撂过一些, 祖父眼中也饮酿了一汪眼泪。 翠翠又惊又怕怯生生地说, 爷爷, 你怎么的? 祖父不作声, 用大手掌擦着眼睛, 小孩子似的姑姑笑着, 跳上岸跑回家中去了。 翠翠心中乱乱的, 想赶去却不赶去, 雨后放晴的天气, 日头知道人肩上背上已有了点力量。 西边芦苇水扬柳, 菜园中菜书, 墨布繁荣姿帽, 带着一番有野性的生气。 草丛里绿色扎猛各处飞着, 翅膀搏动空气时, 嬉嬉作声。 枝头心缠声音已渐渐宏大, 两山深翠逼人竹黄中, 有黄鸟与竹雀杜鹃鸣鸣叫。 翠翠感觉着, 望着, 听着, 同时也思索着, 爷爷今年七十岁, 三年六个月的歌, 谁送那只白鸭子呢? 得碾子的好运运气, 碾子得谁更是好运运气? 吃着, 呼得占运气, 半波及豌豆便倾倒到水中去了。 伸手把那波及从水中捞运气时, 歌戏有人喊过度。 第十二章, 翠翠第二天在白塔下菜园地里, 第二次被祖父询问到自己主张时, 仍然心冲冲地跳着, 把头低下不做理会, 只顾用手去掐葱。 祖父笑着, 心想, 还是等等看, 再说下去, 这一瓶葱会全掐掉了, 同时似乎又觉得这期间有点古怪处, 不好再说下去, 便自己按捺到言语, 用一个做做的笑话, 把问题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了。 天气渐渐地越来越热了。 近六月时, 天气热了些, 老船夫把一个满是灰尘的黑桃缸子, 从屋角渔里搬出, 自己还云出现功夫, 拼了几方木板, 做成一个圆盖。 又具木头, 做成一个三角架子, 且削刮了个大竹筒, 用隔藤祭定, 放在缸边, 作为咬茶的家具。 自从这茶缸移到屋门西边后, 每早上, 脆脆就烧一大锅开水, 倒进那缸子里去。 有时缸里加些茶叶, 有时却只放下一些用火烧焦的锅巴, 成那东西还燃着时, 便抛进缸里去。 老船夫且照例准备了些发沙肚痛, 制袍窗养子的草根木皮, 把这些药割在家中当演出, 一见过渡人神气不对, 就忙匆匆地把药取来, 善意地勒破这国路人使用他的药方, 且告人这许多救济单方的来源, 这些单方自然全是他从城中军医同乌师学来的。 他终日裸着两只膀子, 在方头船上站定, 头上还常常是光光的, 一头短短白发, 在日光下如银子。 翠翠依然是个快乐人, 屋前屋后跑着唱着, 不走动时就坐在门前高崖树荫下吹小竹挂弯。 爷爷庞佛把大佬提婚的事早已忘掉, 翠翠自然也早忘掉这件事情了, 可是那做梅的不久又来叹口气了。 依然是同从前一样, 祖父把事情成否全推到翠翠身上去, 打发了没人上路, 回头又同翠翠谈了一次, 也依然不得结果。 老船夫猜不透这事情, 在这什么方面有个疙瘩, 解除不去, 夜里躺在床上便常常陷入一种沉思里去, 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 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 想到了这里时, 他笑了, 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 其实他有点忧愁, 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向了一个母亲, 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以对过去的事情蜂拥而来, 不能再睡下去了, 一个人便跑出门外, 当那灵溪高崖上去, 望天上的星辰, 听和边坊之娘, 以及一切虫泪如雨的声音, 虚久虚久还不睡觉。 这件事, 翠翠是毫不注意的, 这小女孩子日里尽管玩着, 工作着, 也同时为一些很神秘的东西, 吃剩她那颗小小的心, 但一到夜里, 却甜甜地睡眠了。 不过, 一切皆得在一份时间中变化, 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活, 也因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日子, 在人世上, 把那安静空气完全打破了。 传总顺顺家中一方面, 则添保大老的事, 已被二老知道了, 摩颂二老, 同时也让他哥哥知道了弟弟的心事。 这一对难兄难弟, 原来同时爱上了那个称赌传的外孙女。 这事情在本地人说来并不稀奇, 编底俗话说, 火是各处可烧的, 水是各处可流的, 日月是各处可照的, 爱情是各处可到的, 有钱传总儿子, 爱上一个弄赌传的穷人家女儿, 不能成为稀罕的新闻, 有一点困难处, 只是这两兄弟, 到了谁应娶的这个女人 做媳妇时, 是不是也还得照查动人规矩, 来一次流血的挣扎。 兄弟两人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 但也不作心有情人奉让如大都市 诺切男子爱与仇对面时, 做出的可笑行为。 那哥哥同弟弟在河上有一个造船的地方, 看他家中的一只新船, 在新船旁把一切心事全告给了弟弟, 且附带说明, 这点爱还是两年前之下根基的。 弟弟微笑着, 把话听下去, 两人从造船处沿了河岸, 又走到王湘深新碾房去, 那大哥就说, 二老, 你倒好, 做了团总女婿, 又做碾房, 我呢, 若把事情弄好了, 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来滑渡船了。 我欢喜这个事情, 我还想把碧溪族两个山头买过来, 再接在县中大南竹, 围着这一条小溪作为我的寨子。 那二老仍然地听着, 把手中拿的一把弯月形镰刀 随意啄销路旁的草木, 到了碾房时, 却站住了向他哥哥说, 大老, 你信不信这女子心上早已有了个人? 我不信。 大老, 你信不信这碾房将来归我? 我不信。 两人于是进了碾房。 二老说, 你不必大老, 我再问你, 假若我不想的这座碾房, 却打量要哪只渡船, 而且这念头也是两年前的事, 你信不信呢? 那大哥听来真折了一惊, 忘了一下坐在碾盘横轴上的挪送二老, 知道二老不是开玩笑, 于是站进了一点, 伸手在二老肩上拍打了一下, 且想把二老拉下来。 他明白了这件事, 他笑了, 他说, 我相信的, 你说的是真话。 二老把眼睛望着他的哥哥, 很诚实地说, 大老, 相信我, 这是真事, 我早就那么打算到了, 家中不答应, 哪边若答应了, 我当真预备去弄渡船的, 你告我, 你呢? 爸爸已听了我的话, 为我要城里的养马兵坐宝山, 向滑渡船说亲去了, 大老说到这个求亲手续时, 好像知道二老要笑他, 又解释要宝山去的用意, 只是因为老的说车有车路, 马有马路, 我就走了车路, 结果呢? 得不到什么结果? 老的口上喊李子, 说不明白, 马路呢? 马路呢? 那老的说, 若走马路, 得在必夕组队西高崖上, 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把翠翠心唱软, 翠翠就归我了, 这并不是个坏主张, 是啊, 一个结巴人话说不出, 还唱得出, 可是这件, 时轮不到我了, 我不是竹鹊, 不会唱歌, 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儿驾个会唱歌的水车, 还是预备规规矩矩驾个人, 那你怎么样? 我想高难老的, 要他说句实在话, 只一句话, 不成, 我跟船下桃园去了, 成呢, 便是要我撑渡船, 我也答应了他, 唱歌呢? 这是你的拿手好戏, 你要去做竹鹊你就去吧, 我不会捡码粉塞你嘴巴的, 二老看到哥哥那种样子, 便知道为这件事, 哥哥感到的是一种如何烦恼了, 他明白他哥哥的性情, 代表了茶洞人粗鲁爽之一面, 弄得好, 抛出心子来给人也很慷慨作曲, 弄不好, 新舅舅也必依是一二十二, 大老何尝不想在车路上失败时走马路, 但他一听到二老的坦白陈述后, 他就知道马路指二老有份, 自己的事不能提了, 因此他有点运气脑, 有点愤慨, 自然是无从掩饰的, 二老想出了个主意, 就是两兄弟月夜里同到碧溪祖去唱歌, 莫让人知道是弟兄两个, 两人轮流唱下去, 谁得到回答, 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 服侍那滑渡船的外孙女, 大老不善于唱歌, 轮到大老时也仍然由二老代替, 两人运气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 这么办可说是极公平了, 提议时, 那大老还以为他自己不会唱, 也不想请二老替他做主缺, 但二老那种诗人性格, 却使他很固持地要哥哥实行这个办法, 二老说必须这样做, 一切才公平一点, 大老把弟弟提议想想, 做了一个苦笑, 承扬的, 自己不是竹雀, 还请老弟做竹雀, 好,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个人轮流唱, 我也不要你帮忙, 一切我自己来吧, 树林子里的猫头鹰, 声音不动听, 要老运气时, 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 不请人帮忙的, 两人把事情说妥当后, 算算日子, 今天十四, 明天十五, 后天十六, 接连而来的三个日子, 正是有大月亮天气, 气候季到了中夏, 半夜里不冷不热, 穿了白夹鸡布汗褂, 到那些月光照极的高崖上去, 遵照当地的习惯, 很诚实与坦白, 去为一个出生之毒的黄花女唱歌, 入水降了, 歌声色了, 到应当回家了时, 就趁残月赶回家去, 或过那些熟识的整夜工作不息的碾房里去, 躺到温暖的骨仓里小睡, 等候天明, 一切安排皆极其自然, 结果是什么, 两人虽不明白, 但也看得极运气自然, 两人便决定了, 从当夜运气时, 来做这种为当地习惯所认可的竞争, 第十三章, 黄昏来时, 翠翠坐在家中屋后摆塔下, 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 十四中寨逢场, 城中生意人过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 过渡人也特别多, 祖父在渡船上忙个不息, 天快夜了, 别的桥子似乎都在休息了, 只渡鹃交个不息, 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 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 到这时节, 皆放散一种热气, 空气中有泥土气味, 有草木气味, 且有甲虫类气味, 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 听着渡口飘香生意人的杂乱声音, 心中有些儿薄薄的气凉, 黄昏照样的温柔, 美丽, 平静, 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 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薄薄的气凉, 于是, 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 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 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 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 但不成, 好像生活太平凡了, 忍受不住, 我要坐船下桃园县过洞庭湖, 让爷爷满城打罗去叫我, 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他便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 很放肆地去想到这样一件事, 他且想向他出走后, 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全无结果, 到后如何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 人家喊, 过渡, 过渡, 老伯伯, 你怎么的, 不管是, 怎么的, 翠翠走了, 下桃园县了, 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嘛, 拿把刀放在包袱里, 打下水船去杀了他, 翠翠庞佛当真听着这种对话, 瞎趴起来了, 一面锐声喊着他的祖父, 一面从坎上跑向西边渡口去, 见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西中心, 船上人庸庸说着话, 小小心子还依然跳跃不已, 爷爷, 爷爷, 你把船拉回来呀, 那老船夫不明白他的意思, 还以为是翠翠要为他带牢了, 就说, 翠翠, 等一等, 我就回来, 你不拉回来了吗, 我就回来, 翠翠坐在西边, 望着西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 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渡人, 其中有个稀罕烟的大昭火连锡烟, 且把烟杆在船边包包地敲着烟灰, 就忽然哭起来了, 祖父把船拉回来时, 见翠翠痴痴地坐在岸边, 问他是什么事, 翠翠不作声, 祖父要他去烧火煮饭, 想了一会儿, 觉得自己哭得可笑, 一个人便回到屋中去, 坐在黑悠悠的灶边把火烧燃后, 他又走到门外高崖上去, 喊叫他的祖父, 要他回家里来, 在植物上毫不儿戏的老船夫, 因为明白, 过渡人皆是赶回城中吃晚饭的人, 来一个就渡一个, 不便要人站在那岸边待等, 故步上岸来, 只站在船头告翠翠, 且让他做点事, 把人渡完事后, 就回家里来吃饭, 翠翠第二次请求祖父, 祖父不理会, 他坐在悬崖上, 很觉得悲伤, 天夜了, 有一匹大萤火虫北上闪着蓝光, 很迅速地从翠翠身旁飞过去, 翠翠想, 看你飞得多远, 便把眼睛随着那萤火虫的明光追去, 杜鹃又叫了, 爷爷, 为什么不上来, 我要你, 在船上的祖父, 听到这种带着娇有点埋怨的声音, 一面粗声粗气地答道, 翠翠, 我就来, 我就来, 一面心中却自言自语, 翠翠, 爷爷不在了, 你将怎么样, 老船夫回到家中时, 见家中还黑油油的, 只遭兼油火光, 见翠翠坐在灶边矮条凳上, 用手蒙着眼睛, 走过去才晓得, 翠翠已哭了许久, 祖父一个下半天来, 结弯着个腰, 在船上拉来拉去, 歇歇拾手也酸了, 腰也酸了, 照规矩, 一到家里, 就会嗅到锅中锁闷瓜菜的味道, 且可见到, 翠翠安排晚饭在灯光下跑来跑去的影子, 今天情形竟不同了一点, 祖父说, 翠翠, 我来慢了, 你就哭, 这还成吗? 我死了呢, 翠翠不作声, 祖父又说, 不许哭, 做一个大人, 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 要硬扎一点, 结实一点, 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翠翠把手从眼睛边移开, 靠近了祖父身边去, 我不哭了, 两人吃饭时, 祖父为翠翠说道一些有趣味的故事, 因此提到了死去了的翠翠的母亲, 两人在豆油灯下把饭吃过后, 老船夫因为工作疲倦, 喝了半碗白酒, 因此饭后兴致极好, 又同翠翠到门外高崖上月光下去说故事, 说了经那个可怜母亲的乖巧处, 同时且说道那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 使翠翠听来身亡清新, 翠翠抱歇坐在月光下, 帮着祖父身边, 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 见货喻一口气, 似乎心中压伤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 想挪移得远一点, 才御着这种气, 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月光如银子, 无处不可召集, 山上黄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 身边草丛中重生繁蜜如落鱼, 见货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忽然会有一只, 草鹰落落落落须, 转着拖的喉咙, 不久之间, 这小娘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 不应当那么吵闹, 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安睡了, 祖父夜来兴致很好, 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 就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起, 如何驰名于川前边地, 翠翠的父亲, 便是唱歌的第一首, 能用各种比喻, 解释爱与曾的劫子, 这些事也说到了, 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 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 一个在半山上竹簧里砍竹子, 一个在西面渡船上拉船, 这些事也说到了, 翠翠问, 后来怎么样? 祖父说, 后来的事长得很,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 第十四章, 老船夫坐视累了睡了, 翠翠哭倦了也睡了, 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 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 庞佛轻轻地各处飘着, 上了白塔, 下了菜园, 到了船上, 又傅妃窜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 摘胡尔草, 白日里拉船时, 他仰头望着牙上那些肥大胡尔草以及熟悉, 牙壁三五丈高, 平时攀折不到手, 这时节却可以悬顶大的叶子作散, 一切皆像是祖父说的故事, 翠翠纸迷迷糊糊地躺在粗麻布杖子里草剑上, 以为这梦做得顶尾顶天, 祖父却在床上醒着, 张起个耳朵听对西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 他知道那是谁唱的, 他知道是河街上天保大佬走马路的第一站, 又忧愁又快乐地听下去, 翠翠因为日里哭卷了, 睡得正好, 他就不去惊动他, 第二天天一亮, 翠翠就同祖父起身了, 用吸水洗了脸, 把早上说梦的机会去掉了, 翠翠赶忙同祖父去说昨晚上锁梦的事情, 爷爷, 你说唱歌, 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 又软又缠绵, 我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 飞到对膝悬崖半腰, 摘了一大把虎儿草, 得到了虎儿草, 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 我睡得真好, 梦得真有趣, 祖父温和悲悯地笑着, 并不告给翠翠昨晚上的事实, 祖父心里想, 做梦一辈子更好, 还有人在梦里做宰相中状元脸, 昨晚上唱歌的老船夫还以为是天保大佬, 日来便要翠翠手船, 借故到城里去送药, 探听情况, 在河街见到了大佬, 就一把拉住那小伙子, 很快乐地说, 大佬, 你这个人又走车路又走马路, 是怎样一个狡猾东西, 但老船夫却做错了一件事情, 把昨晚唱歌人掌管理代了, 这两弟兄昨晚上同时到碧溪族去, 为了做哥哥的走车路站了先, 无论如何也不肯先开枪唱歌, 一定得让那弟弟先唱, 弟弟一开口, 哥哥却因为明知不是弟弟, 更不能开口了, 翠翠同他祖父晚上听到的歌声, 便全是那个挪送二老所唱的, 大佬班弟弟回家时, 就决定了同茶洞地方离开, 家家中乃至新游船下时, 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 这时正想下河去看新船装货, 老船夫见得神情冷冷的, 不明白他的意思, 就用眉眼做了一个可笑的记号, 表示他明白大佬的冷淡是装成的, 表示他有消息可以奉告, 他拍了大佬一下, 轻轻地说, 你唱得很好, 别人在梦里听着你那个歌, 为那个歌带得很远, 走了不少的路, 你是第一号, 是我们地方唱歌第一号, 大佬望着弄堵船的老船夫贤僻的老脸, 轻轻地说, 算了吧, 你把宝贝女儿送给了会唱歌的竹雀吧, 这句话使老船夫完全弄不明白他的意思, 大佬从一个吊脚楼涌道走下河去了, 老船夫也跟着下去, 到了河边, 见那只新船正在装货, 许多有篓子搁到岸边, 一个水手正在用茅草炸成长树, 背座船舰上挡浪用的毛把, 还有人在河边用枝油擦桨板, 老船夫问那个坐在大太阳下扎毛把的水手, 这船什么日子下行, 谁压船, 那水手把手指着大佬, 老船夫搓着手说, 大佬, 听我说句正经话, 你那件事走车路, 不对, 走马路, 你有份的, 那大佬把手指着窗口说, 伯伯, 你看那边, 你要竹雀做孙女婿, 竹雀在那里啊, 老船夫抬头望到二老, 正在窗口整理一个渔榜, 回碧溪祖到渡船上时, 翠翠问, 爷爷, 你同谁吵了架, 脸色那样难看, 祖父弯而而笑, 他到城里的事情, 不告给翠翠一个字, 第十五章, 大佬坐了那只新游船, 向下河走去了, 留下挪送二老在家, 老船夫方面, 还以为上次歌声既归二老唱的, 在此后几个日子里, 自然还会听到那种歌声, 一到了晚间, 就故意从别样事情上, 促脆脆注意夜晚的歌声, 两人吃完饭坐在屋里, 因屋前冰水, 长脚蚊子一到黄昏, 就嗡嗡地叫着, 脆脆便把好爱竖成的烟包点燃, 向屋中搅于各处晃着驱逐蚊子, 晃了一阵, 估计全屋子里已被好爱烟气熏透了, 才搁到床前地上去, 再坐在小板凳上来听祖父说话, 从一些故事上慢慢地谈到了唱歌, 祖父话说得很妙, 祖父到后发问道, 脆脆, 梦里的歌可以是你爬上高崖去摘那活草, 若当真有谁来在对西高崖上为你唱歌, 你怎么样, 祖父把话当笑话说着的, 脆脆便也当笑话答道, 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 他唱多久我也听多久, 唱三年六个月呢, 唱得好听, 我听三年六个月, 这不公平吧, 怎么不公平, 为我唱歌的人, 不是极愿意我长远听他的歌吗, 照理说, 炒菜要人吃, 唱歌要人听, 可是人家为你唱, 是要你懂他歌里的意思, 爷爷, 懂歌里什么意思, 自然是他哪刻想同你要好的真心, 不懂那点心事, 不是同听竹去唱歌一样了吗, 我懂了他的心又怎么样, 祖父用拳头把自己腿重重地捶着, 且笑着, 脆脆, 你人乖, 爷爷笨得很, 话也不说得温柔, 莫生气, 我信口开河, 说个笑话给你听, 你应当当笑话听, 和借天宝大佬走车路, 请宝珊来提亲, 我告给过你这件事了, 你那神气不愿意, 是不是, 可是, 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 走马路, 为你来唱歌, 向你求婚, 你将怎么说, 脆脆吃了一惊, 低下头去, 因为他不明白这笑话有几分真, 又不清楚这笑话是谁中, 祖父说, 你告诉我, 愿意哪一个, 脆脆便微笑着, 轻轻地带点恳求的神气说, 爷爷莫说, 这个笑话吧, 脆脆站起身了, 我说的若是真话呢, 爷爷你真是个脆脆说着走出去了, 祖父说, 我说的是笑话, 你生我的气吗, 脆脆不敢生祖父的气, 走进门县边时, 就把话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 爷爷看天上的月亮, 那么大, 说着, 出了屋外, 便在那一派清光的露天中站定, 站了一呼儿, 祖父也从屋中出到外边来了, 脆脆于是坐到那白日里, 为强烈阳光晒热的岩石上去, 石头正散发日间所处的余热, 祖父就说, 脆脆, 莫作热石头, 免得生作板窗, 但自己用手摸摸后, 自己便也做到那岩石上了, 月光极其柔和, 西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 这时节对西若有人唱歌, 隔西应合, 实在太美丽了, 脆脆还记着先前祖父说的笑话, 耳朵又不聋, 祖父的话说得极分明, 一个兄弟走马路, 唱歌来打发这样的晚上, 算是怎么回事, 他似乎为了等着这样的歌声, 沉默了许久, 他在月光下坐了一阵, 心里却当真愿意听一个人来唱歌, 久之, 对西除了一片草虫的轻音副奏以外, 别无所有, 翠翠走回家里去, 在房门边摸着了那个炉管, 拿出来在月光下自己吹着, 绝吹得不好, 又递给祖父要祖父吹, 老船夫把那个炉管竖在嘴边, 吹了个长长的曲子, 翠翠的心被吹柔软了, 翠翠一棒祖父坐着, 问祖父, 爷爷, 谁是第一个做这个小管子的人, 一定是个最快乐的人, 因为他分给人的也是许多快乐, 可又像是个最不快乐的人做的, 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引起人不快乐, 爷爷, 你不快乐了吗, 生我的气了吗, 我不生你的气, 你在我身边, 我很快乐, 我万一跑了呢, 你不会离开爷爷的, 万一有这种事, 爷爷你怎么样, 万一有这种事, 我就架了这只渡船去找你, 脆脆吃得笑了, 凤滩, 磁滩不为凶, 下面还有绕鸡笼, 绕鸡笼也容易下, 清浪滩浪如乌大, 爷爷, 你渡船也能下凤滩, 此滩, 清浪滩吗, 那些地方的水, 你不说过像疯子吗, 祖父说, 脆脆, 我到那时可真像疯子, 害怕大水大浪, 脆脆俨然极认真的想了一下, 就说, 爷爷, 我一定不走, 可是, 你会不会走, 你会不会被一个人抓到别处去, 祖父不作声了, 他想到被死亡抓走那一类事情, 老船夫打量着自己被死亡抓走以后的情形, 痴痴地看望天南角上一颗星子, 心想, 七月八月天上方有流星, 人也会在七月八月死去吧, 又想起白日在河街上同大老谈话的经过, 想其中债人陪家的那座碾房, 想起二老, 想起一大堆事情, 心中有点乱, 翠翠忽然说, 爷爷, 你唱个歌给我听听, 好不好, 祖父唱了十个歌, 翠翠傍在祖父身边, 闭着眼睛听下去, 等到祖父不作声时, 翠翠自言自语说, 我又摘了一把虎儿草了, 祖父所唱的歌, 便是那晚上听来的歌, 第十六章, 二老有机会唱歌, 却从此不再到碧溪祖唱歌, 十五过去了, 十六也过去了, 到了十七, 老船夫忍不住了, 进城网河街, 去找寻那个年轻小伙子, 到城门边镇, 预备入河街时, 就遇着上次为大佬做宝山的养马兵, 正牵了一匹罗马预备出城, 一见老船夫就拉住了他, 伯伯, 我正有事情告你, 碰巧你就来城里, 什么事, 天保大佬坐下水船到磁滩出了事, 闪不知这个人掉到滩下悬水里就烟坏了, 早上顺顺家里得到这个信, 听说二老一早就赶去了, 这消息同有力巴掌一样, 重重地裹了他那么一下, 他不相信这是当真的消息, 他故作从容地说, 天保大佬烟坏了吗, 从不听说有水鸭子被水烟坏的, 可是那只水鸭子仍然有那么一次被烟坏了, 我赞成你的拙见, 不让那小子走车路十分顺手, 从马兵言语上, 老船夫还十分怀疑这个新闻, 但从马兵神器上注意, 老船夫却看清楚这是个真的消息了, 他惨惨地说, 我有什么拙见可言, 这是天意, 一切都有天意, 老船夫说时, 心中充满了感情, 特别证明那马兵所说的话有多少可靠处, 老船夫同马兵分手后, 于是匆匆赶到河街上去, 到了顺顺家门前, 正有人烧纸钱, 许多人围在一处说话, 走进去听听, 所说的便是杨马兵提到的那件事, 但一到有人发现了身后的老船夫时, 大家便把话语转了方向, 故意来谈下何游价掌落清醒了, 老船夫心中很不安, 正想找一个比较要好的水手谈谈, 一会船总顺顺从外面回来了, 样子沉沉的, 这豪爽正直的中年人, 正似乎为不幸打倒努力, 想挣扎爬起的神器, 一见到老船夫就说, 老伯伯, 我们谈的那件事情吹了吧, 天保大佬已经坏了, 你知道了吧, 老船夫两只眼睛红红的, 把手搓着, 怎么的, 这是真实, 是昨天, 是前天, 另一个像是赶路同来报信的, 插嘴说道, 十六钟上, 船搁到石包子上, 船头进了水, 大老乡把膏撇着, 人就弹到水中去了, 老船夫说, 你眼见他下水吗? 我还与他同时下水, 他说什么? 什么都来不及说, 这几天来他都不说话, 老船夫把头摇摇, 像顺顺那么怯怯地溜了一眼, 船总顺顺想知道他心中不安处, 就说, 伯伯, 一切是天, 算了吧, 我这里有大兴常人送来的好烧酒, 你拿一点去喝吧, 一个伙计用竹筒上了一桶酒, 用新童木叶蒙的桶口交给了老船夫, 老船夫把酒拿走, 到了河街后, 低头想和码头走去, 到河边天堡大前天上传出去看看, 杨马兵还在那里放马到沙地上打滚, 自己坐在柳树阴下乘凉, 老船夫就走过去, 请马兵试试那大兴场的烧酒, 两人喝了点酒后, 兴致似乎皆好些了, 老船夫就告给杨马兵, 十四夜里二老过必夕, 祖唱歌那件事情, 那马兵听到后边说, 伯伯, 你是不是以为, 翠翠愿意二老应该排归二老, 话没说完, 罗送二老却从何接下来了, 这年轻人正像要远行的样子, 一见了老船夫就回头走去, 杨马兵就喊他说, 二老, 二老, 你来, 有话同你说呀, 二老站定了, 很不高兴神气, 问马兵有什么话说, 马兵望望老船夫, 就向二老说, 你来, 有话说, 什么话, 我听人说你已经走了你过来, 我同你说, 我不会吃掉你, 那黑脸宽肩薄, 样子糊糊有生气的罗送二老, 勉强笑着, 到了柳音下时, 老船夫想把空气缓和下来, 指着和上游远处那座新碾房说, 二老, 听人说那碾房将来是归你的, 归了你, 拍我来手撵子, 行不行, 二老旁佛听不惯这个询问的用意, 便不作声, 雅马兵看风头有点僵, 便说, 二老, 你怎么的, 预备下去吗, 那年轻人把头点点, 不再说什么, 就走开了, 老船夫讨了个没趣, 很懊恼地赶回碧溪祖去, 到了渡船上时, 就装作把事情看得脊髓便似的, 告给翠翠, 翠翠, 今天城里出了件新鲜事情, 天宝大佬驾游船下沉舟, 运气不好, 掉到磁滩烟坏了, 翠翠因为听不懂, 对于这个报告, 最先好像全部在意, 祖父又说, 翠翠, 这是真事, 上次来到这里坐宝山的杨马兵, 还说我早不答应亲事, 极有见识, 翠翠瞥了祖父一眼, 见他眼睛红红的, 知道他喝了酒, 且有了点事情, 不高兴, 心中想, 谁撂你生气, 穿到家边时, 祖父不自然地笑着向家中走去, 翠翠手穿, 半天不闻祖父生息, 赶回家去看看, 见祖父正坐在门槛上边草鞋耳子, 翠翠见祖父神气急不对, 就蹲到他身前去, 爷爷, 你怎么的, 天宝当真死了, 二老生了我们的气, 以为他家中出这件事情, 是我们分派的, 有人在西边大声喊渡船过渡, 祖父匆匆出去了, 翠翠坐在那乌角鱼稻草上, 心中急乱, 等等还不见祖父回来, 就哭起来了, 第十七章, 祖父似乎生谁的气, 脸上笑容减少了, 对于翠翠方面也不大注意了, 翠翠想知道, 祖父已不很疼他, 但又想不明白他的原因, 但这并不是很久的事, 日子一过去, 也就好了, 两人仍然划船过日子, 一切依旧, 围对于生活, 却彷扯什么地方, 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 始终无法填补起来, 祖父过河街去, 仍然可以得到船总顺顺的款待, 但很明显的是, 那船总却并不忘掉死去者死亡的原因, 二老出北河下沉舟走了六百里, 沿河找寻那个可怜哥哥的尸骸, 毫无结果, 在各处水关上贴下招子, 返回茶洞来了, 过不久, 他又过川东去办货, 过渡时见到老船夫, 老船夫看看那小伙子, 好像已完全忘掉了从前的事情, 就同他说话, 二老, 大六月日头独人, 你又上川东去, 不怕辛苦, 要饭吃, 头上是活, 也得上路, 要吃饭, 二老家还少饭吃, 有饭吃, 爹爹说年轻人也不应该在家中白吃不做事, 你爹爹好吗, 吃的做的有什么不好, 你哥哥坏了, 我看你爹爹为这件事情也好像伪催多了, 二老听到这句话, 不作声了, 眼睛望着老船夫屋后那个白塔, 他似乎想起了过去那个晚上那件旧事, 心中十分惆怅, 老船夫窃窃窃地望了年轻人一眼, 一个微笑在脸上样开, 二老, 我家催催说, 五月立有天晚上, 做了个梦说时, 他又望望二老, 见二老并不惊讶, 也不厌烦, 于是又接着说, 他梦得古怪, 说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扶起来, 上悬檐摘了一把胡儿草, 二老把头偏过一旁去做了一个苦笑, 心中想到老头子倒会做做, 这点意思在那个苦笑上, 庞佛同样泄露出来, 仍然被老船夫看到了, 老船夫就说, 二老, 你不信吗? 那年轻人说, 我怎么不相信, 因为我做傻子在那边沿上唱过一晚的歌, 老船夫被一句料想不到的老实话窘住了, 口中结结巴巴地说, 这是真的, 这是假的, 怎么不是真的? 天保大佬的死, 难道不是真的? 可是, 可是, 老船夫的做作处, 原意只是想把事情弄明白一点, 但一期是自己叙述这段事情时, 方法上就有了错处, 因此反被二老误会了, 他这时正想把那夜的情形好好说出来, 船已到了岸边, 二老一跃上了岸, 就想走去, 老船夫在船上显得更加忙乱的样子说, 二老, 二老, 你等等, 我有话同意说, 你先前不是说到那个你做傻子的事情吗? 你并不傻, 别人才当真叫你那个弄成傻像? 那年轻人虽站定了, 口中却轻轻地说, 得了够了, 不要说了, 老船夫说, 二老, 我听人说你不要碾子要渡船, 这是杨马冰说的, 不是真的吧? 那年轻人说, 要渡船又怎样? 老船夫看看二老的神气, 心中忽然高兴起来了, 就情不自禁地高声叫着翠翠, 要她下西边来, 可是, 不知翠翠是故意不从屋里出来, 还是到别处去了, 许久还不见到翠翠的影子, 也不闻这个女孩子的声音, 二老等了一会, 看看老船夫那副神气, 一句话不说, 便微笑着, 大踏步同一个挑担粉条白糖货物的脚夫走去了, 过了碧溪租小山, 两人应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竹林走去, 那个脚夫这时节开了口, 罗宋二老, 看那弄渡船的神气, 很欢喜你, 二老不作声, 那人就又说道, 二老, 他问你要碾房还是要渡船, 你当真预备坐他的孙女婿, 接替他那只渡船吗? 二老笑了, 那人又说, 二老, 若这件事派给我, 我要那座碾房, 一座碾房的出席, 每天可收七生米, 三斗糠, 二老说, 我回来时向我爹爹去说, 为你向中寨人做煤, 让你得到那座碾房吧, 至于我呢, 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 只是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 不利索, 大老是他弄死的, 老船夫见二老那么走去了, 翠翠还不出来, 心中很不快乐, 走回家去看看, 原来翠翠并不在家, 过一会, 翠翠提了个篮子, 从小山后回来了, 方知道大清早翠翠已出门, 掘竹边村去了, 翠翠, 我喊了你好久, 你不听到, 喊我做什么啊, 一个过渡的一个熟人, 我们谈起, 你我喊你你可不答应, 是谁, 你猜, 翠翠, 不是陌生人你认识的, 翠翠想起, 世间从竹林里无意中听来的话, 脸红了, 半天不说话, 老船夫问, 翠翠, 你得了多少鞭笋, 翠翠, 把竹篮向地下一道, 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 只是一大把虎儿草, 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 翠翠两家飞红跑了, 第十八章, 日子平平地过了一个月, 一切人心上的病痛, 似乎皆在那份长长的白日下医治好了, 天气特别热, 个人只忙着流汗, 用凉水淘浆米酒吃, 不用什么心事, 心事在人生活中也就留不住了, 翠翠每天接到白塔下背, 太阳的一面去午睡, 高处寂寂凉快, 两山竹黄里, 叫得使人发松的竹雀, 和其他鸟类又如此之多, 只是它在睡梦里, 仅为山鸟歌声所扶着, 做的梦也便尝试顶荒唐的梦, 这并不是人的罪过, 诗人们会在一件小事上写出整本整部的诗, 雕刻夹在一块石头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 画家一片绿, 一片红, 一片灰, 画得出一幅一幅呆有魔力的彩画, 谁不是为了垫着一个微笑的影子, 或是一个皱眉的记号, 方弄出那么些古怪成绩, 翠翠不能用蚊子, 不能用石头, 不能用颜色, 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 却只让他的心, 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吃成, 他从这份隐秘力, 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 一点不可知的未来, 摇汉他的情感极厉害, 他无从完全把那种吃出不让祖父知道, 祖父呢, 可以说一切都知道了的, 但事实上他又却是个一无所知的人, 他明白翠翠不讨厌那个二老, 却不明白那小伙子二老怎么样, 他从传总处与二老处, 皆碰过了钉子, 但他并不会心, 要安排的对一点, 方和道理, 一切有个命, 他那么想着, 就更显得好事多抹起来了, 睁着眼睛时, 他做的梦比那个外孙女翠翠, 便更荒唐更辽阔, 他向各个过渡本地人, 打听二老父子的生活, 关切他们如同自己家中人一样, 但也古怪, 因此他却怕见到那个传总同二老了, 一见他们, 他就不知说些什么, 只是老脾气把两只手搓来搓去, 从容处完全失去了, 二老父子方面皆明白他的意思, 但那个死去的人, 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 相见到父子心中, 两人便对于老传夫的意思, 俨然全部明白似的, 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 明明白白夜来并不做梦, 早晨同翠翠说话时, 那座祖父的会说, 翠翠,翠翠, 我昨晚上做了个好不怕人的梦, 翠翠问, 什么怕人的梦, 就装作思索梦境似的, 以免细看翠翠小脸长眉毛, 以免说出他另一时张着眼睛所做的好梦, 不消说, 哪些梦原来都并不是当真, 怎样使人吓怕的, 一切河流皆得归海, 话其实说得纵极远, 到头来, 总仍然是归到是翠翠红脸那件事情上去, 待到翠翠显得不大高兴, 神气上露出瘦了点小窘时, 这老传夫又才想有了一点瞎怕, 忙着解释, 用闲话来遮掩自己所说到那问题的原意, 翠翠, 我不是那么说, 我不是那么说, 爷爷老了, 糊涂了, 笑话多脸, 但有时翠翠却静静地把祖父那些笑话, 糊涂话听下去, 一直听到后来还抿着嘴微笑, 翠翠也会忽然说道, 爷爷, 你真是有一点糊涂, 祖父听过了不再作声, 他将说, 我有一大堆心事, 但来不及说, 下号就被过渡人喊走了, 天气热了, 过渡人从远处走来, 肩上挑的是七十斤担子, 到了溪边, 摊凉快不及走路, 必蹲在岩石下茶缸边喝凉茶, 与同伴交换吹吹棒烟管, 且一面于弄不穿的攀谈, 许多子虚乌有的话, 皆从此说出口来, 给老船夫听到了, 过渡人有时还因溪水清洁, 就溪边溪较麻草的, 做得更久化也就更多, 祖父把些话转说给翠翠, 翠翠也就学懂了许多事情, 货物的价钱涨落呀, 坐脚大船的用费呀, 放木筏的人, 把他那个木筏从摊上留下时, 拾来把大饶子如何活动呀, 在小烟船上吃婚烟, 大脚娘如何烧烟呀, 无疑不备, 摩颂二老从川东压屋, 回到了茶洞, 时间已经黄昏了, 西面很寂静, 祖父同翠翠在菜园地里看萝卜秧子, 翠翠白日中较睡久了些, 觉得有点寂寞, 好像听人嘶声喊过度, 就争先走下西边去, 下开始, 见两个人站在码头边, 斜阳营里背身看得极分明, 正是罗宋二老同他家中的常年, 翠翠大吃一惊, 同小收物见到猎人一样, 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 但那两个在西边的人, 听到脚步响时一转身, 也就看明白这件事情了, 等了一下再也不见人来, 那常年幼丝声音喊叫过度, 老船夫听得清清楚楚, 却仍然蹲在萝卜秧地上数菜, 心里觉得好笑, 他一见到翠翠走去, 他知道必是翠翠看明白了过度人是谁, 故蹲在那高檐上不理会, 翠翠人小不管事, 过度人求他不甘, 奈何他不得, 故只好撕着个喉咙叫过度了, 那常年叫了几声, 见无人来就停了, 同二老说, 这是什么玩意儿, 难道老的骇兵弄翻了, 只剩下翠翠一个人了吗, 二老说, 等等看, 不算什么, 就等了一阵, 因为这边在静静地挡着, 原地上老船夫却在心里想, 难道是二老吗, 他旁佛担心脚脑了翠翠似的, 就仍然蹲着不动, 但再过一阵, 西边又喊起过度来了, 声音不同了一点, 这才真是二老的声音, 生气了吧, 等久了吧, 吵嘴了吧, 老船夫一面胡乱孤着, 一面跑到西边去, 到了西边, 见两个人也已上了船, 其中之一正是二老, 老船夫惊讶地喊叫, 呀, 二老, 你回来了, 年轻人很不高兴似的, 回来了, 你们这渡船是怎么的, 等了半天也不来个人, 我以为老船夫死处遗忘, 并不见翠翠的影子, 只见黄狗从山上竹林里跑来, 知道翠翠上山了, 便改口说, 我以为你们过了渡, 过了渡, 不得你上船, 谁敢开船, 那常年说着, 一只水鸟掠着水面飞去, 催鸟归磕了, 我们还得赶回家去吃夜饭, 早礼, 到和解早礼, 说着, 老船夫已跳上了船, 且在心中一面说着, 你不是想乘机这只渡船吗, 一面把船所拉动, 船便离岸了, 二老, 路上累得很, 老船夫说着, 二老不知可否不动感情听下去, 船拢了岸, 那年轻小伙子, 同家中常年挑担子翻山走了, 那点淡漠印象留在老船夫心上, 老船夫于是在两个人身后, 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 轻轻地吼着, 把船拉回去了, 第十九章, 翠翠向竹林里跑去, 老船夫半天还不下船, 这件事从罗宋二老看来, 前途显然有点不利, 虽老船夫言辞之间, 无一句话不再说明这是有编, 但那畏畏缩缩地说明, 急不得体, 二老想起他的哥哥, 便把这件事曲解了, 他有一点愤愤不平, 有一点气恼, 回到家里第三天, 中寨有人来探口风, 在河街顺顺家中住下, 把话问及顺顺, 想明白二老是不是还有意, 接受那座新年房, 顺顺就转问二老, 自己意见怎么样, 二老说, 爸爸, 你以为这是为你, 家中多做年房多个人, 你可以快活, 你就答应了, 如果为的是我, 我要好好去想一下, 过些日子再说他吧, 我还不知道我应当地做碾房, 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 我命里或只需我撑个渡船, 探口风的人把话记住, 回中寨去报命, 到碧溪祖国渡时, 到了老船夫, 想起二老说的话, 不由得不眯眯地笑着, 老船夫问明白了, 他是中寨人, 就又问他过茶洞做什么事, 那心中有分寸的中寨人说, 什么事也不做, 只是过河街船, 总顺顺家里坐了一会儿, 无事不登三宝殿, 坐了一定就有话说, 话倒说了几句, 说了些什么话, 那人不再说了, 老船夫却问道, 听说你们中寨人, 想把大河边一座碾房, 连同家中闺女, 送给河街上顺顺, 这事情又不有了点眉目, 那中寨人笑了, 事情成了, 我问过顺顺, 顺顺很愿意同中寨人结庆家, 又问过那小伙子, 小伙子意思怎么样, 他说, 我眼前有座碾房, 有条渡船, 我本想要渡船, 现在就决定要碾房吧, 渡船是活动的, 不如碾房固定, 这小子会打算盘呢, 中寨人是个迷场经纪人, 话说的极有金粮, 他明知道渡船指的是什么, 但他可并不说穿, 他看到老船夫口唇如动, 想要说话, 中寨人便又抢着说道, 一切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可怜顺顺家那个大佬, 相貌一表堂堂, 会淹死在水里, 老船夫被这句话在心上戳了一下, 把想问的话咽住了, 中寨人上岸走去后, 老船夫闷闷地立在船头, 吃了许久, 又把二老日前过渡时, 落寞神奇温习一番, 心中大不快乐, 翠翠在塔下玩得极高兴, 走到西边高原上, 想要祖父唱唱歌, 见祖父不理会他, 一路埋怨赶下西边去, 到了西边方, 见到祖父神气十分沮丧, 不明白为什么原因, 翠翠来了, 祖父看看翠翠的快活黑脸, 粗鲁地笑笑, 对西有抗货物过渡的, 便不说什么, 沉默地把船拉过西, 到了中心却大声唱起歌来了, 把人渡了过西, 祖父跳上码头, 走进翠翠身边来, 还是那么粗鲁地笑着, 把手扶着头额, 翠翠说, 爷爷怎么的, 你发沙了, 你躺到阴下去歇歇, 我来管船, 你来管船, 好, 这只船归你管, 老船夫似乎当真发了沙, 心头发闷, 虽当着翠翠, 还显出硬扎样子, 独自走回屋里后, 找寻得到一些碎瓷片, 在自己闭上腿上扎了几下, 放出了些污血, 就躺到床上睡了, 翠翠自己手传, 心中却古怪的快乐, 心想, 爷爷不为我唱歌, 我自己会唱, 他唱了许多歌, 老船夫躺在床上闭着眼睛, 一句一句听下去, 心中急乱, 但他知道, 这不是能够把他打倒的大病, 他明天就仍然会爬起来的, 他想明天进城, 到河街去看看, 又想起许多旁的事情, 但到了第二天, 人碎起了床, 头还沉沉的, 祖父当真已病了, 翠翠显得懂事了些, 为祖父煎了一罐大发药, 逼着祖父喝, 又在屋后菜园地里摘取蒜苗, 泡在米汤里做酸蒜苗, 一面照料船只, 一面还时时刻刻抽空赶回家里来看祖父, 问这样那样, 祖父可不说什么, 只是为一个秘密痛哭着, 躺了三天, 人居然好了, 屋前屋后走动了一下, 骨头还硬硬的, 心中惦念到一件事情, 便预备进城过河街去, 翠翠看不出祖父有什么要紧事情, 必须当天进城, 请求他默去, 老船夫把手搓着, 姑娘道是不是应说出那个理由, 翠翠一张黑黑的瓜子脸,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使他淤了一口气, 他说, 我有要紧事情, 得今天去, 翠翠苦笑着说, 有多大要紧事情, 还不是, 老船夫知道翠翠脾气, 听翠翠口气有点不高兴, 不再说要走了, 把玉杯带走的竹筒, 铜扣花大莲割到条鸡上后, 带点铲妹笑着说, 不去吧, 你担心我会摔死, 我就不去吧, 我以为早上天气不很热, 到城里把事办完了就回来, 不去也得, 我明天去, 翠翠轻声地温柔地说, 你明天去也好, 你腿还软, 好好地躺一天再起来, 老船夫似乎心中还不甘服, 撒着两手走出去, 门线边一个打草鞋的棒锤, 差点把它绊了一大跤, 稳住了时, 翠翠苦笑着说, 爷爷, 你瞧, 还不服气, 老船夫拾起那棒锤, 向乌角鱼摔去, 说道, 爷爷老了, 过几天打抱子给你看, 到了午后, 落了一阵行雨, 老船夫却同翠翠好好商量, 仍然进了城, 翠翠不能陪祖父进城, 就要黄狗跟去, 老船夫在城里被一个熟人拉着, 谈了许久的严价米价, 又过守备衙门看了一会新买的罗马, 才到和杰顺顺家里去, 到了那里, 见到顺顺正同三个人打纸牌, 不便谈话, 就站在身后看了一阵牌, 后来顺顺请他喝酒, 借口并刚好点不敢喝酒, 推辞了, 牌计不散场, 老船夫又不想挤走, 顺顺似乎并不明白他等着有何话说, 却只注意手中的牌, 后来老船夫的神器倒为另外一个人看出了, 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老船夫方扭扭尼尼照老方子挫着他那两只大手, 说别的是没有, 只想同船总说两句话, 那船总方明白在看牌半天的理由, 回头对老船夫笑将起来, 怎不早说, 你不说, 我还以为你在看我牌虚张子, 没有什么, 只是三五句话, 我不便扫兴, 不敢说出, 船总把牌向桌上一洒, 笑着向后房走去了, 老船夫跟在身后, 什么事, 船总问着, 神器似乎先就明白了他来此要说的话, 显得略微有点怜悯的样子, 我听一个中寨人说, 你预备同中寨团总打庆家, 是不是真是, 船总见老船夫的眼睛盯着他的脸, 想的一个满意的回答, 就说, 有这事情那么答应, 意思却是, 有了你怎么样, 老船夫说, 真的吗, 那一个又很自然地说, 真的, 意思却依旧包含了真的又怎么样, 老船夫装得很从容地问, 二老呢, 船总说, 二老坐船下桃园好些日子了, 二老下桃园的事, 原来还同他爸爸吵了一阵才走的, 船总性情虽一场豪爽, 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 又来做第二个儿子的媳妇, 这是很明白的事情, 若照当地风气, 这些是认为只是小孩子的事, 大人管不着, 二老当真欢喜脆脆, 脆脆又爱二老, 他也并不反对这种爱怨纠缠的婚姻, 但不知怎么的, 老船夫对于这件事的关心, 是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反而有了一点误会, 船总想起家庭间的近视, 以为全与这老儿好事的船夫有关, 虽不见猪行色, 心中却有个疙瘩, 船总不让老船夫再开口了, 就语气略粗地说道, 伯伯, 算了吧, 我们的口只应当喝酒了, 莫再只想替儿女唱歌, 你的意思我全明白, 你是好意, 可是我也求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以为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分上的事情, 不是一语想那些年轻人的门路了, 老船夫被一个闷拳打倒后, 还想说两句话, 但船总却不让他再有说话机会, 把他拉出到牌桌边去, 老船夫无话可说, 看待船总时, 船总虽还笑着谈到许多笑话, 心中却似乎很沉郁, 把牌用力支到桌上去, 老船夫不说什么, 带起他那个斗笠, 自己走了, 天气还早, 老船夫心中很不高兴, 又进城去找养马兵, 那马兵正在喝酒, 老船夫虽推病, 也免不了喝个三五杯, 回到碧溪祖, 走得热了一点, 又用溪水去抹身子, 觉得很疲倦, 就要翠翠守船, 自己回家睡去了, 黄昏时, 天气十分愚闷, 西面各处飞着红蜻蜓, 天上依起了云, 热风把两山烛黄吹得声音极大, 看样子到晚上避落大雨, 翠翠守在渡船上, 看着那些西面飞来飞去的蜻蜓, 心也极乱, 看祖父脸上颜色惨惨的, 放心不下, 便又赶回家中去, 先以为祖父一定早睡了, 谁知还坐在门线上搭草鞋, 爷爷, 你要多少双草鞋, 床头上不是还有十四双吗, 怎么不好好的躺一躺, 老船夫不作声, 却站起身来昂头向天空望着, 轻轻地说, 翠翠, 今晚上要落大雨响大雷的, 回头把我们的船寄到檐下去, 这雨大离, 翠翠说, 爷爷, 我真吓怕, 翠翠怕的似乎并不是晚上要来的雷雨, 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个意思, 就说, 怕什么, 一切要来的都得来, 不必怕, 第二十章, 夜间果然落了大雨, 加以吓人的雷声, 电光从屋脊上掠过时, 接着就是轰的一个炸电, 翠翠在暗中抖着, 祖父也醒了, 知道他害怕, 且担心他着凉, 还起身来把一条布丹搭到他身上去, 祖父说, 翠翠, 不要怕, 翠翠说, 我不怕, 说了还想说, 爷爷你在这里我不怕, 轰的一个大雷, 接着是一种超越雨声, 而上的宏大闷重轻疲声, 两人都以为一定是西岸悬崖崩塌了, 担心到那只渡船会压在牙齿下面去了, 祖孙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 听雨声雷声, 但无论如何大雨, 过不久, 翠翠却依然睡着了, 醒来十天已亮了, 与不知在何时夜已窒息, 只听到西凉岸山沟里注水入溪的声音, 翠翠爬起身来, 看看祖父还似乎睡得很好, 开了门走出去, 门前已成为一个水沟, 一股水便从塔后花花地流来, 从前面悬崖直跺而下, 并且各处都是那么一种临时的水道, 屋旁蔡园的以为山水冲乱了, 蔡阳皆掩在粗沙泥里了, 再走过前面去看看溪里, 才知道溪中也涨了大水, 已漫过了码头, 水脚快到茶缸边了, 下到码头去的那条路, 正同一条小河一样, 哗哗地卸着荒泥水, 过渡的那一条横溪千钉的缆绳, 也被水淹没了, 泼在崖下的渡船已不见了, 翠翠看看屋前悬崖并不崩滩, 故当时还不注意渡船的失去, 但再过一阵, 他上下搜索不到这东西, 无意中回头一看, 屋后白塔已不见了, 已经非同小可, 赶忙向屋后跑去, 才知道白塔也已瘫倒, 大堆砖石级凌乱的瘫在那儿, 翠翠下荒地不知所措, 指瑞声叫他的祖父, 祖父不起身, 也不答应, 就赶回家里去, 到的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 祖父还不作声, 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江西时已死去了, 翠翠于是大哭起来, 过一阵, 有从查洞过川东跑差时的人, 到了西边, 隔西喊过渡, 翠翠正在灶边一面哭着, 一面烧水, 预备为死去的祖父妈早, 那人以为老船夫一家还不醒, 急于过河, 喊叫不应, 就抛制小石头过溪, 打到屋顶上, 翠翠鼻涕, 眼泪成一片地走出来, 跑到溪边高崖前站定, 喂, 不早了, 把船划过来, 船跑了, 你爷爷做什么事情去了呢, 他管船, 有责任, 他管船, 管五十年的船, 他死了呀, 翠翠一面向隔西人说着, 一面大哭起来, 那人知道老船夫死了, 得进城去报信, 就说, 真死了吗, 不要哭吧, 我回去通知他们, 要他们弄条船带东西来, 那人回到茶洞城边时, 一见熟人就报告这件事, 不多久, 全茶洞城里外都知道这个消息了, 河街上船总顺顺, 派人找了一只空船, 带了富白木匣子, 即可向碧溪祖称去, 城中仰马兵却同一个老军人, 赶到碧溪祖去, 砍了几十根大毛竹, 用隔藤编做筏子, 作为来往过渡的临时渡船, 筏子编好后, 撑了那个东西, 到翠翠家中的一边暗下, 留老冰守竹法来往渡人, 自己跑到翠翠家去看那个死者, 眼泪湿盈盈的, 莫离回躺在床上应江江的老友, 又赶忙着做些英作的事情, 到后帮忙的人来了, 从大河船上运来棺木也来了, 住在城中的老道士, 还带了许多法器, 一剑就麻布道袍, 并踢了一只大公鸡, 来进一屋办理念经奇水珠式, 也从阀上渡过来了, 家中人出出尽尽, 翠翠只坐在灶边矮凳上, 呜呜地哭着, 到了中午, 船总顺顺也来了, 还跟着一个人扛了一口黛米, 一坛酒, 一腿猪肉, 见了翠翠就说, 翠翠, 爷爷死了我知道了, 老年人是必须死的, 不要发愁, 一切由我, 各方面看看就回去了, 到了下午入了恋, 一些帮忙的回的回家去了, 晚上便只剩下了那老道士, 杨马冰同顺顺家派来的两个年轻常年, 黄昏以前, 老道士用红绿纸捡了一些花朵, 用黄泥做了一些竹台, 天短黑后, 棺木前小桌上点起黄色酒瓶辣, 燃了香, 棺木周围也点了小蜡烛, 老道士披上那件蓝马步道符, 开始了丧事中绕关仪式, 老道士在前拿着小小纸帆引路, 孝子第二, 马兵变后, 绕着那寂寞棺木, 慢慢转着圈子, 两个常年则站在灶边空处, 胡乱地打着萝卜, 老道士一面闭了眼睛走去, 一面且唱且哼, 安慰亡灵, 提到关于亡魂所到西方极乐世界, 花香四季时, 老马兵就把木盘里的纸花, 向棺木上高高洒去, 象征西方极乐世界情形, 到了半夜, 事情办完了, 放过爆竹, 蜡烛也快熄灭了, 脆脆泪眼婆娑的, 赶忙又到灶边去烧火, 为帮忙的人办宵夜, 吃了宵夜, 老道士歪到死人床上睡着了, 剩下几个人还得照规矩在棺木前守灵, 老马兵为大家唱桑堂歌, 用个空的两米木生子, 当做小鼓, 把手包包包的一面敲着一面唱下去, 唱王翔卧兵的事情, 唱黄翔山枕的事情, 脆脆哭了一整天, 同时也忙了一整天, 到这时一眷急, 把头靠在棺前眯着了, 两长年同马兵吃了宵夜, 喝过两杯酒, 精神还糊糊地, 便轮流把桑堂歌唱下去, 但只一会儿, 脆脆又醒了, 庞佛梦到什么, 惊醒后明白祖父已死, 于是又又又地哭起来, 脆脆,脆脆, 不要哭了, 人死了哭不回来的, 秃头沉思思, 接着就说了一个做新嫁娘的人哭泣的笑话, 话语中夹杂了三五个粗叶字眼, 因此引起两个常年咕咕地笑了许久, 黄狗在屋外飞着, 翠翠开了大门, 到外面去站了一下, 而听到各处是重生, 天上月色极好, 大星子欠镜透蓝天空里, 非常沉静温柔, 翠翠想, 这是真实吗, 爷爷当真死了吗, 老马兵原来跟在他的后边, 因为他知道女孩子心门窄, 说不定一炉火闷在灰里, 痕迹不露, 见祖父去了, 自己一切无望, 跳崖悬梁, 想跟着祖父一块去, 也说不定, 故随时小心监视到翠翠, 老马兵见翠翠痴痴地站着, 时间过了许久还不回头, 就打着壳叫翠翠说, 翠翠, 露水落了, 不冷吗? 不冷, 天气好得很, 呀, 一颗大流星, 使翠翠轻轻地喊了一声, 接着, 南方又是一颗流星划空而下, 对膝有猫头鹰叫, 翠翠, 老马兵夜以同翠翠并排一块块站定了, 很温和地说, 你进屋里睡去吧, 不要胡思乱想, 翠翠默默地回到祖父棺木前面, 坐在地上又乌叶起来, 守在屋中两个长年已睡着了, 杨马兵便悠悠地说道,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你爷爷也难过脸, 眼睛哭胀, 喉咙哭丝, 有什么好处, 听我说, 爷爷的心事我全都知道, 一切由我, 我会把一切安排得好好的, 对得起你爷爷, 我会安排, 什么事都会, 我要一个爷爷欢喜你也欢喜的人来接受这渡船, 不能如我们的意, 我老虽老, 还能拿镰刀捅他们拼命, 翠翠, 你放心, 一切由我, 远处不知什么地方计较了, 老道士在那边床上糊糊涂涂地自言自语, 天亮了吗, 早咧, 第二是一掌, 大清早, 帮忙的人从城里拿了绳索杠子赶来了, 老船夫的白木小棺材, 为六个人抬着到那个轻痞了的塔后山组上去埋葬时, 船总顺顺, 马兵, 翠翠, 老道士, 黄狗接根在后面, 到了预先绝旧的方井边, 老道士照规矩先跳下去, 把一点朱砂颗粒同白米安置到井中四鱼级中央, 又捎了一点纸钱, 爬出井时就要抬棺木的人动手下死, 翠翠哑着喉咙干好, 浮在棺木上不起身, 经马兵用力把它拉开, 方能移动棺木, 一会儿, 那棺木变下了井, 拉去绳子, 调整了方向, 被新铺掩盖了, 翠翠还坐在地上乌叶, 老道士要回城去替人坐斋, 过度走了, 船总把一切事托给老马兵, 也赶回城去了, 帮忙地接到西边去洗手, 家中个人还有个人的事, 且知道这家人的情景, 不便再掏扰, 也不再惊动主人, 过度回家去了, 于是碧溪组便只剩下三个人, 一个是翠翠, 一个是老马兵, 一个是由船总家派来暂时帮忙, 照料渡船的秃头陈思思, 黄狗因被那秃头打了一石头, 对于那秃头, 庞佛很不高兴, 尽是轻轻地飞着, 到了下午, 翠翠同老马兵商量, 要老马兵回城去把马托给营里人照料, 再回碧溪组来陪他, 老马兵回转碧溪组时, 秃头陈思思被打发回城去了, 翠翠仍然自己同黄狗来弄堵船, 让老马兵坐在西岸高崖上玩, 或撕着个老喉咙唱歌给他听, 过三天后船总来商量, 接翠翠过家里驱逐, 翠翠却想看守祖父的坟山, 不愿即刻进城, 只请船总过城里衙门去为说句话, 许杨马兵暂时同他住住, 船总顺顺答应了这件事, 就走了, 杨马兵既是个上五十岁了的人, 说故事的本领比翠翠祖父高一筹, 加之凡事特别关心, 做事又勤快又干净, 因此同翠翠住下来, 是翠翠庞佛去了一个祖父, 却心得了一个伯父, 过渡时有人问及可怜的祖父, 黄昏时想起祖父皆是脆脆心酸, 觉得十分凄凉, 但这份凄凉日子过久一点, 也就渐渐淡薄些了, 两人每日在黄昏中同晚上, 坐在门前西边高崖上, 谈点那个躺在师徒里可怜祖父的旧事, 有许多是脆脆先前所不知道的, 说来便更是脆脆心中柔和, 又说到翠翠的父亲, 那个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 在当时按照鹿营军勇的装束, 如何使女孩子动心, 又说到翠翠的母亲, 如何善于唱歌, 而且所唱的那些歌, 在当时如何流行, 时候变了, 一切也自然不同了, 皇帝已不在座江山, 平常人还消瘦, 杨马兵想起自己年轻做马夫时, 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歌, 翠翠母亲不理会, 到如今, 这自己却成为这孤楚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 不由得不苦笑, 因为两人每个黄昏碧谈祖父, 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 后来便说到了老川夫死前的一切, 翠翠因此明白了, 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 二老的唱歌, 顺顺大儿子的死, 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 终债人用碾房做陪价装帘诱惑挪送二老, 二老寄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 又被家中逼着, 接受那座碾房, 义子还在渡船, 因此赌气下省, 祖父的死因, 又如何与翠翠有关, 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 如今可全明白了, 翠翠把事弄明白后, 哭了一个夜晚, 过了四期, 船总顺顺派人来请马兵进城去, 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 作为二老的媳妇, 但二老人既在陈州, 先就莫提这件事, 且搬过河街去住, 等二老回来时, 再看二老意思, 马兵以为这件事得问翠翠, 回来时, 把顺顺的意思向翠翠说过后, 又为翠翠出主张, 以为名分既不定妥, 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不好, 还是不如在碧溪族等, 等到二老驾船回来时, 再看二老意思, 这办法决定后, 老马兵以为二老不久必可回来的, 就依然把马匹托迎上人照料, 在碧溪族为翠翠作伴, 把一个一个日子过下去, 碧溪族的白塔, 与茶洞风水有关系, 他匹瘫了, 不重新做一个自然不成, 除了城中银馆, 税局以及各商号各平民捐了些钱以外, 各大寨子也有人拿册子去捐钱, 为了这塔成就, 并不是给谁一个人的好处, 应尽每个人来积德造福, 尽每个人皆有捐钱的机会, 因此在渡船上, 也放了个两头有结的大竹筒, 中部锯了一口, 尽过渡人自有把钱投进去, 竹筒满了, 马兵就烧进城中守势人出去, 另外又带了个竹筒回来, 过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见了, 翠翠辫子上扎了白线, 就明白那老的已做完了自己份上的工作, 安安静静躺到土坑里去了, 第一面用铜琴的眼色瞧着翠翠, 一面就摸出钱来再到竹筒中去, 天保佑你, 死了的到西方去, 活下的永保平安, 翠翠明白那些捐钱人的意思, 心里酸酸的, 忙把身子背过去拉船, 到了冬天, 那个皮摊了的白塔, 又重新修好了, 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 是翠翠在睡梦里, 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 还不曾回到茶洞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 1933年冬至1934年春完成, 。